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是我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课程简介 那说明一下知识社会学是什么 很多人修课的时候 考虑的往往只是一种幻想 或者你从课名里面得到幻想 你想知识社会学 大家就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知识的 那什么是知识 什么是社会学 那你的幻想就可能不太一样 很多人抱着幻想来修一门课 不只是我这门课 或任何一门课 你可能都要考虑多一点 就到底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膏药 或者如果你去吃饭 店里写招牌饭 他既然敢讲招牌饭 那表示他做得最好的 可是业界有人说 招牌饭就是他做得最不好的 因为连名字都不敢说出来 那招牌饭到底有什么内容 有一阵子我非常喜欢吃招牌饭 因为我想知道 到底是他最好的还最不好 有一次呢吃招牌饭 吃了好几家都有卤蛋 本人非常喜欢吃卤蛋 我就认为招牌饭一定内含卤蛋 有一次到了一家 那家没有卤蛋 我说你招牌饭怎么可以没有卤蛋 然后他就说 谁规定招牌饭要有卤蛋 那跟这个知识社会有什么关系 你可能有一些幻想 或你读到什么书 他说知识社会该是这个样子 结果你修了某人的知识社会 或你看了某人的知识社会 发现他不是那样 那你要怪他吗 没有卤蛋 那这个课卤蛋在哪里 所以你在大学里面 不管在什么国家 或是在同一个学校 你修某某某某课的时候 你都其实心中有一个底 这个课呢 其实就像夜市里面 卖那个羊桃汤的 叫做黑面菜 然后画个圈 你说我要吃什么 鱿鱼羹 你应该注意那个 有一个画个圈 你们姓孙的 孙记鱿鱿 比那王继鱿鱿好吃 合你口味 念书也是这样 知识社会学 像我开这门课 很少人开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为什么 其实这个知识社会 还是要画一个圈 写个孙的 孙中兴开的知识社会学 别的老师开 教的内容 可能就跟我不太一样 不尽相同 应该这么说 所以各位修 像社会学入门这样的课 每个老师教法 也会略不一样 然后内容也会略有不同 你不能说 哎呀那教社会学 就一定能学到什么 这真的差别会很大 老师的 这跟老师的学问 或老师选取 这个课的内容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这边就讲到 知识社会学 名跟实之间的问题 我等一下就会再介绍说 现有的知识社会学的书里面 你就可以发现这种差异 夹就说它这一套 乙说它那一套 丙说它另外一套 那我当然因为教书 我就要告诉你 那我教的是哪一套 所以在这里说 没有上述简单的标准 就很容易滑入 各说各话的境地 很多学问真的是这样 你修这个老师 这门课是这样 修这个另外是这样 所以这是要先说明一下 所以各位修任何课 也应该先了解到 这个老师开这门课 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他的教法是什么 他的指定作业是什么 你能不能配合 再决定要加签 还是不要加签 我当老师那么多年 三十一年 经常碰到学生 老师我要加签这门课 我说我教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叫加签这门课 就好像你走到一个餐馆 里面去 你他做的好不好吃 你都不知道 你就觉得我要吃你做的菜 不要听江湖名声 尤其像我这样的人 已经有八门课在网络上 好坏都有一点江湖名声 江湖名声不太可靠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同 就像我去餐厅吃饭 绝对不会看你们 在网上写的那种推荐指南 因为你们这些人的品位 跟我是差很远的 我看你们的指南去吃饭 那真的是 我还不如不吃 我也应该不吃了 这么胖 一般来讲 知识社会有三个研究方向 先是从理论发展脉络来检讨开始 那有人会从马克思开始谈 因为马克思呢 不管现在全世界各地 他都是一个很重要 不可忽略的人物 他今年世事多少年 一百五十周年还是 他诞生 诞生两百年 所以马克思又被重视 他每到那个 然后大家就开始 推出什么资本论啊 三大册 那个都不会有人买的 买了也不会有人看的 因为看不完的 绝对看不完的了 但是书架上有那三本书 看起来就是 比文青还要文青 所以马克思很多人会希望会谈 我也会谈一下 我写两本小书 有关马克思的 还有恩格斯的 然后另外呢 从理论家的思想中挑出 知识跟社会这个部分 很多理论家都有这个部分 你学社学理论 有的老师会跳过去 像我就会特别 这门课就会特别强调这个部分 所以有些地方 你可能会觉得跟社学理论 好像没有太大差别 其实还是有的 所以呢 由社学理论基础人修这门课 会相得益彰 或者你会觉得很无聊 因为好像在别的课 人家都不是这么讲的 为什么你要这么讲 我要这么讲的理由 都在这门课里面 很多人都讲错了 很多人都是根据 二手书以讹传讹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回到原点 看他本身是怎么说的 是不是说的 像二手书说的那么清楚 如果他说不清楚 二手书说清楚了 那请问你学到的是谁的想法 二手书作业想法 还是他原来的想法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学理论 或学习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有没有逼近到作者的原意 虽然有些人的立场说 作者怎么样不重要啦 我自己怎么想比较重要 那你读书干什么 我觉得最干脆就连书都不必读 我不是采取这种立场的 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东西 是可以接近作者的想法 那大部分的英文知识社学入门书 都采取这个方式 等下我们要介绍那些书 大概都是这样 都从理论谈起 很少人从具体的社会现象谈起 那这个特别要谈到 知识社学的两个祖师 在社会学里面提到的比较多的是 卡尔·迈汉 德国有个地方就叫迈汉 不知道跟他有什么关系 另外一个是哲学界谈到比较多的 知识社学也一定要谈到的 叫Mark Scheller 他是现象学的双主师之一 大部分人知道胡塞尔 很少人知道Mark Scheller这个人 那中国大陆翻成舍乐 我们这边翻成谢乐 是同一个人 所以这个我们会在教学上面 把这两样的讲法 稍微讲一下让你知道 另外一个 就第二个的探究方法 从议题上另辟蹊径 不从理论思潮着手 然后常选定的议题 包括什么集体记忆 这是现在很红的一个 现在好像大家都不谈历史这个字眼了 讲到历史都可以用 集体记忆的几个字换上去 那当然有记忆就有诗意 对吧 集体让你不要知道这些事情 集体记忆跟 或者话要斜线斜杠 集体记忆slash诗意 那这个记忆跟失忆基本上是一体的两面 让你记住某些事情 就是让你不要记住某些事情 这个在全世界各地都差不多 不是台湾特别怎么样 只是因为我们活在台湾 好像常常觉得台湾怎么样 这是我们对于自己身处的环境 有时候有一些过度的关注 而忘掉别的社会是怎么样 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 在台湾资讯那么自由 希望大家不要放任自己 只是在那边打游戏 如果可以的话 你在我手机里面 应该有一个软体 是台湾的新闻 有个软体应该是美国的新闻 有个APP 然后有个软体应该是英国的新闻 譬如BBC 有一个软体应该是德国的新闻 德国的新闻 有一个软体应该是法国的新闻 Radiofonos 这些都有APP的 然后这些网站都可以读中文的 也可以读英文的 所以如果你不读 那真的是你自觉于这个世界之外 因为台湾的情况 就常常太关注于台湾的小事情 小到他的儿子要出道 然后后来说他要退出演艺圈 然后五小时又付 然后花很多时间 你看我的都可以讲得出来 你不觉得人生已经无聊到 你不知道罗信亚人在被迫害吗 你觉得人对于做一个社会学 关怀人类的 不是关怀台湾人而已的 你不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小眼睛的做法吗 所以回到这就集体记忆 有人就专门研究这种 那现在也有所谓的记忆研究 或者社会记忆 文化记忆 有很多种不同的名词 来讲类似的事情 还有谈到思想交流的 尤其人类到了21世纪 这个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小 地球村已经是20世纪的概念了 现在快要变成宇宙村了 所以有个报纸说 前几天观察月球 有34下什么UFO 从月球表面飞过去 只有一个新闻在注意 这个新闻 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是一件很大的新闻了 表示他们已经在我们面前横过 你以为那是什么 非文症 如果真的是那个 那真的你要好好的注意到 这种科幻电影 所幻想出来 我们人类将来怎么去面对 外星人的问题 过去的电影 外星人都很邪恶 然后就是打打杀杀这样的 一直到Arrival这部电影出现以后 那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格局 那个外星人不杀你 他就在那里 地球有多少 七个八个地方 都有一个外星的船 然后干嘛 他要跟你沟通 然后最后他们找谁 人类学家 他应该找知识社会学家 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去了解 他想沟通什么 所以那种沟通 异文化之间 现在已经不能异文化 可能都不足以描述 那种交流是非常重要 你能想象当初马可波罗 如果他真的来过中国 立马到中国来的时候 写了一本中国杂记 那本书是值得所有人 好好看的 他当初来中国看到了什么 那当然全世界各地 思想交流的问题 都是知识社会很重要的议题 也是我们当今很重要的议题 我们怎么跟外国人交流 像我当初去外国留学 我在那边是外国人 那现在有外国人来台湾留学 那他们是外国人 那他们懂我们吗 我们懂他们吗 还有一个看起来不像外国的外国人 或者思想上很陌生的人 那我们在知识上面 怎么跟大家共处在一个地球里上面 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另外知识分子的问题 最近谈的比较少了 因为有的人觉得应该翻成知识人 尤其宇因斯先生在这个历史研究上面 讲很多 他的知识分子 他说以前呢 至少中国大陆 讲什么什么分子都不是好东西 所以讲知识分子听起来像骂人的话 他觉得应该叫做知识人 这个在早期的美国社会学界 就有这种man of knowledge这种说法 或man of ideas 当然intellectual这种说法 也是常有的 所以知识分子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只是现在大部分人都学了 都念了书 好像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谁不是知识分子 以前农民很多不识字的文盲很多 现在谁不识字 所以这个知识分子的议题 还有很多人假的知识分子之名 做出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当然这更多的是 跟现在政治情势有关 很多知识分子加入政府以后 那又分左派右派 然后知识分子好像也失去了 他超然的特性 虽然在知识受学一开始的时候 知识分子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对象 我们有机会讲的 那学校制度也是 在台湾我们都觉得台湾的制度不好 那谁的制度最好 有人说美国的好 所以很多人移民到美国 或者到美国的学校 或者读国际学校 那前一阵子 前十年左右 有人发现芬兰的学校 好到不行 世界该以芬兰为典型 结果好像芬兰真的好到那样 那全世界应该芬兰化才对 那全部人都可以有高福利 不过你别忘了 高福利就是他抽很高的税 你能想象你交55%的税吗 你有55%的税 你才有那种福利 我们台湾交多少税 就已经享受到那么多好的福利 所以那个福利不垮 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你交的少 你用的多啊 这是很简单的数学 算数啊 还不是数学的 学校制度也是 什么样的制度是比较适合的 像我们在台湾的大学 中国大陆行业也是一样 亚洲大学都一样 都学美国的这种 计分计点的制度 老师要怎么样才能够升等 才能够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要学美国的呢 像欧洲也学美国了 也不是大家都学到这一套 所以这学校制度 特别是有些文化呢 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我们原来讲的是四书五经的 原来没有这种大学制度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现代大学 然后现代大学在当初刚开始的时候 金石子集的四部 他们设的科系 不是现在这种科系 这是有改变的 所以我后来也推荐一本书 你们可以看看 怎么样从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 学问就是金石子集的四部 转变到了七科之学 西洋的七科之学 最早的时候 金石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刚开始的时候 就北京大学刚开始 还有精学科 每个学校设精学科 那精学科跟别的有什么差别 后来精学科就不废了 现在中国大陆有些学校有国学科 那国学教什么呢 我们台湾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学校教国学科 中国大陆有 还有国学研究所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 为什么需要这样 另外一个当然跟知识最有关系的 在传统在网络还不发达 还是就图书馆 当然现在如果加进去的话 就应该网络的知识 各位同学现在如果 不上图书馆人多 但不上网的人几乎没有 我家昨天 无线集体还坏了 我家的无线集体还坏了 我一天没有网络 整个人就毛躁到 像个刺猬 我还不讲你们这代人 光我现在没有网络 一天的生活就乱掉了 所以我想你的知识来源 你们现在写报告 全部都参考Google上网去抄 我的最大的痛苦就是 希望你们读书 叫你们写读书心得 写了读书心得的同学 有一个很认真很认真很纯纯的 说以上读书心得 抄自博克莱网站 我才知道说 原来没有讲 抄自博克莱网站 都抄自博克莱网站 我以为你们的文笔都那么好 有一年有一个课 我叫爱情社会学 多年前 叫他们谈一个读一本书 有七个人抄同一个网站 我第一篇看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个人念得真好 我真是教出这种学生来 我真是 万事实表 我是 等待改第二个人 呦 千事好了 因为打个折扣 改了七分一模一样的报告 七分一模一样的报告 第八分的时候 他还精简了一点 我就觉得难怪我撑不了万事实表 都抄一样网站 有的老师很早就很有先见之明 学生报告交来就叫助地 查前面Google出信关键字 查前面的前十个网站 就会查到你抄的地方 我说所以聪明的人是抄第二页 所以我一直希望同学 如果你报告交不出来 我宁可你不要写 你也不要抄啊 在我的时代 老师教导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 说天下文章一大抄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抄袭是罪恶 是犯罪 我先告诉各位同学 如果你习惯不好 你当了校长 一样会被搞掉 当然也有不抄袭的人被搞掉 所以我们就不讲这个事情 所以这几个是从这种主题开始 选定议题 讨论这个议题的现象 跟这个理论之间相互的关系 来进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这方面研究通常都不会标明 自己是知识社会学 因为你标明的这没有什么好处 知识社会学现在不是一个 大家一听你眼睛会亮的名词 你说知识社会学 蛤 蛤 你如果要让人家明白 你就不要让人家说 蛤 这种表情知道吗 你写任何东西要清楚明白 你不能写完人家说 蛤 第三种啦 就以历史脉络来看 探索不同文化之间 知识人群跟制度之间 交互的影响 这种研究通常被 所有人都是历史学家或是社会学家做的 然后历史学家做的 有人就叫历史社会学 有人就不叫历史社会学 有人就叫记忆研究等等的 通常也都不会称为自己是知识社会学 别忘了知识学不是一个好名词 没有人希望贴金 然后贴上一个知识社会学的 所以这是三种大概不同的方式 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们这门课怎么做呢 就会从知识社会学的两大祖师爷的理论入手 就Karl Mannheim跟Mark Scheller 然后回溯到中西思想史上 一些重要知识社会的前驱概念 这跟我的想法有关 我觉得知识不应该分界的 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学科 那是哲学的东西 那思想史的东西为什么要学呢 你不学那个 你就不太了解后面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常常尤其在东方要学 我们现在知识主流是西方 坦白说我们要学西方知识 我们常常就是中间截取一段 所以前面前不着春 前不八点后不着春的 你就不知道现在的概念 有它的历史的根源 我们不了解这个 大部分学的社会学员 不知道亚里斯多德 不知道亚里斯多德提出过四因说 不知道在现在的因果概念 在社会科学因果概念形成之前 其实亚里斯多德四因说 还是有它的某种程度的影响力 在图尔干的书里面 社会科学方法的规则里面 就常常提到用英文翻译叫 Efficient Cost 什么叫Efficient Cost 有效的原因 就在现在社会科学里面 没有这个概念 你学英国就相关跟这个英国 那相关呢 再加上时间的顺序 加上那个没有虚假关系 加上什么就变成了英国关系 你现在在一般的社会学的 入门的方法课里面 是这样教你的 没有告诉你有Efficient Cost Formal Cost 没有这个东西 可是在图尔干的书里面有 所以很多没有这种历史观念的人 没有这种背景知识的人 你就不知道图尔干在讲什么 所以你就Efficient 你就不要管它 你就想这就是原因 懂吗 所以这个要让你有一个来龙去脉 完整的观念 这对老师是一大挑战了 我也得念了很多书 教了很多年 才略知一二 但是很多人就干脆不要教那个 那跟我无关 那是哲学的事情 那是思想学的事情 跟我无关 我通常不是这样的 一件事情 我们能把来龙去脉搞清楚最好 没有什么都跟你无关的 当然还要看你的年纪 看你愿不愿意把事情搞得比较清楚一点 当然不是表示我所有事情都可以搞得很清楚 我以这个为基础 在以古典跟当代理论中 对于知识跟社会的重要概念一一介绍 我年轻的时候在各位这个年纪 或比各位这个年纪再年轻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我可以 我可以把整个社学理论搞到滚毛烂熟 三十一年后我终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三十一年前 社学理论还没那么广泛 所以我的一个最后的结尾 就是孩子以集体记忆来做一个结尾 因为这都还是我看得懂的东西 至于这红字的部分 是我今天才加的 由于我们对当 我不是我们 教书的老师我 对当代欧洲理论的不了解 我网上有没有课 叫二十世纪美国社会学 当代美国社会 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理论 为什么叫美国社会理论 不叫当代社会理论 因为当代社会理论 现在的传统教学方法里面 有一些欧洲的理论 我常常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我这些期 上一期我教到福寇 我常常不知道为什么福寇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看了一些书也看不太懂 这些期努力地要看完 前几天在开学前几天 我终于看完了中意本 艺术的法则 我觉得不知道这个人在写什么 为什么花那么篇幅讲那些事情 我连情感教育的书都买来看 我要重写的话 我会怎么写 为什么他那样子写 他为什么写的 连我这个专业 念了社会学理论 三十一年的人 我都看不太懂 可是为什么到处 大家都在用他的概念 他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我就先不讲这个书名了 他也引用到 这个是文化资本 这个社会资本 在这个场域里面 这个有这个惯息 然后这个有着不同的场域 场域之间有他象征的斗争 讲一堆 然后他的 我就想说 如果把这些话全删掉 这文章不是更通顺吗 这些话加进去 并没有帮助我对这篇文章的了解 各位懂吗 如果你加一个概念 然后用这个现象 你用加了概念以后 帮助我们对这个现象增加了解 那概念是有用的 如果这篇文章 把概念删掉以后 无损于他甚至更清楚的话 那你的概念不是是多余的吗 除了好看之外 装饰的用意之外 像你到这个某些店里面 他给你一些菜 那都是好看的 你到法国料理 还旁边那个 弄成什么 这就是装盘的艺术 那盘子那么大 有一部分是他在做艺术 不让你吃的 那我们这种实用的人 就是我只要吃的东西 有的吃就好 装盘的艺术 关我什么事啊 那么大个盘子干什么 吓死人 你还不如给我打折 所以伯蒂夫 对我希望这一期 我能够教一下 教的目的是 让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懂 另外一个德国人 叫做卢曼 卢曼学生非常多 亚洲特别多 我到德国去 问了德国的学者 1997年 我问了好多德国学者 我说卢曼 你们看得懂吗 很多人也好多说 看不太懂 海德都可以看不懂 黑格也看不太懂 马克思维勉强 我说哈勃曼 哈勃曼可以啊 我们看哈勃曼 都看英文版 为什么 他对英文人 对翻译者 他会解释比较清楚 对我们德国人 他不解释 不解释你就得 就得 而且德国人 有一个好处 他出书之前 先让同行先看一下 所以很多同行 在出书之前 都已经看过了 举行类似讨论课 这样的东西 你知道 鲁曼还没死之前 就有三本 鲁曼的字典 一个人讲话 还要用字典 那表示 你都没讲清楚嘛 还需要带一本字典 等一下 卢老师说 看一下 我这个意思啊 可是大家认为 这是理论家 该有的高度 有些人 这完全不是我的态度 我觉得该讲 就要讲清楚 这是维根斯坦 曾经讲过的一句话 该讲就讲清楚 不然就闭嘴 我讲的比较粗俗 翻译的比较漂亮的话 逻辑哲学 什么论文集 最后一句话 好 所以这个 我会介绍欠缺 希望如果你想 从这个来了解的话 我大概只能告诉你 为什么我不了解 我没告诉你 可能没有好好告诉你 为什么我了解 我去口试过 这几年没有了 前几年去口试 很多学生的论文 都讲文化的 然后都引用 很多东西 都画一个绝对值 然后什么 场域 绝对值 什么惯息 绝对值 等于绝对值 什么 这个加那个 我说同学 这什么意思 什么叫绝对值场域 什么叫什么东西 这个数学有负数 绝对值可以辨证的 这我知道 但是场域 什么加上一个绝对值 变成什么意思 还可以加是什么意思 还可以等于 另外一个绝对 什么意思 学生就想说 因为他的老师 是我的学生 我是他主事 口试 我说同学你不懂吗 懂吗 他说不懂 不懂你为什么 放在论文里呢 他就看看老师 然后我也看看老师 我说那你懂吗 学生当然有时候 会超越老师的 我这个老师不懂 不表示他不懂 老师说我也不太懂 我就问另外一个口试委员 口试老师你懂吗 懂了赶快教他 我也顺便学一下对吧 这样我们就全部屋子都懂了 不然的话他不懂他写出来 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 哎呦学生都懂 我们不懂太不好意思了 干脆就都这样装着懂啊 那个老师也说他不懂啊 我说好 现在这屋里面没有一个人懂 我们是不是就把他删了 赵老师刚开始没有难受啊 我说怎么样 反正都不懂吗 就删了吧 就删了 学生 松了一口气 不懂东西写在那儿 是要骗谁呢 那我们的屋三个人 理论上也是全台湾社会学界的顶尖人物啦 我不敢说我顶尖人物 他们俩要顶着就行了 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 高个都说他不懂了 那我怕什么呢 他们应该不会谦虚嘛 后来又是同样三个人 又同样一个指导老师的另外一个论文 也是那个绝对值 所以那老师说那你先把他删了吧 因为已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所以告诉你这是我不懂 不是表示我不懂 你可以讲给我懂 那我可以学到 我不懂你也不懂 那也许暂时我们就都不懂 等到高人来了一出手 我们就懂 懂吗 所以这个不懂的东西不能教人啦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很早就有这样的讲法 所以这门课呢 我的特别的学术兴趣跟理念 这当然有我特殊的地方 但我也知道有江湖规矩 所以希望兼顾三种研究方向 希望 但这个希望要怎么达成 有些是同学要做的 有些是我做的 所以课程教学重点 除了让同学认识到知识社会的理论内容之外 出去不会太夸张 说哈 孙中心没教你啊 知识社会没教这个啊 那至少教了马尔汉 而且我教的马尔汉跟人家可能不太一样 我至少教了马尔汉 这些都至少都讲到了 还讲到别人不讲的孔德 那至于别人讲的 譬如说 Foucault 我可能没讲到的 不没讲到是因为那是太简单了 还有 有些人都 我都不知道那个出处在哪里 那什么意思 如果有人真知道 我还真愿意请教他 尤其有一本书中文翻译 知识的考诀 我曾经号称 只要你讲的让我听得懂 我请你吃饭 我正看那本书看半天 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可能没有搞懂 好 那所以教学的重点 要让同学 知道知识社会的理论内容之外 希望从读书心得指定的书单 反省上课学的东西 所以我教你们 你们要根据我教的东西 去反省你阅读的东西 这样才相得益彰 不是我教你 你就被动地学习 你要主动地透过读书心得 来展现出你学习的心得 读书心得不是发表的论文 所以不必写得太好 很多人写不出报告来 或写的就觉得 我要写出一篇旷室居住 没有这种东西 你去买一个旷室旗派 有这个东西 一边吃一边 觉得自己是旷室居住就可以了 不要欺骗自己 会写出旷室居住的 没这回事的 读书心得 就是你当时能够读到的 最好写出你不懂的地方 那个句子列出来 你不懂 能诚实地面对自己不懂 也许有一天你会懂 如果我们就把我们不懂 蒙着眼睛就这样混过去了 没有一天你会懂的 最重要还有就是要来反思 我们社会中 你关心的 或大家关心的社会现象 的知识社会层面 我等一下会举例跟你讲 比什么样东西 我认为就是 然后期望呢 有英文跟中语本情况下 能够阅读英文读本 这个也是很多老师的一个抉择 说训练你的英文能力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借口 因为以前没有中语本 然后后来有了中语本 帮助并不大 因为中语本 一样看不懂 你英文是双重困难 第一个你英文程度不好 你英文程度不好以后呢 普通的英文对你就是困难 更何况复杂的 还有有些连老美自己都看不懂 有些我们都假定 这个英文书老美一定看得懂 就像人家假定你中国人 你一定读得懂论语一样 这个假定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那个人写得通顺 你当然会懂 那个人写得不通顺 逻辑不通 用词也怪的怪气的 你当然读不懂 那跟你是哪一国人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年轻的时候呢 也效法很多人去读 所谓新儒家的东西 我就读了牟宗山先生的东西 才打开几页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我跟他 一定不是同一国的人 我就承认自己资质很低 但是后来碰到外国人 他是牟宗山专家 我就佩服到不行 就像中国人里面 有人是黑格尔专家 我相信德国人也会佩服到不行 大部分人的黑格尔 白木尔都搞不清楚的人 他是黑格尔专家 这是不得了的 当然你努力就会有 外国的汉学家 很多人的专长真的不是 不是那个当地的人会了解的 那是汉学家 他有他的专长 荷兰有一个人叫高罗佩 凤古力 这人有很多专长 他娶了一个中国太太 他的专长之一 后来现在呢 研究敌人节 他写了很多敌人节的这个 这个小说 现在你看敌人节拍到三了嘛 对吧 我就不评论那个电影了 我前几天也看了 在网络上看 那敌人节在中国人 在你说包公案 施公案都比敌公案要有趣啊 可是因为敌人节 这个在西方很出名 我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还看过美国人找的一群 亚裔的那个演员拍的敌人节传 就敌公案 看着怪力怪气的 不像现在疯狂亚洲富豪 你看了都觉得 对很多人很有钱 那不是我 我觉得我应该入籍欧洲 疯狂亚洲 欧洲这些穷苦人士 反正总而言之回过来 就是说英文的 那个训练英文能力 中文的中译本 你认为读中译本会比较快 那是假定中译本翻得好 你的程度也好 要不然呢 你读中译本 就是训练自己 如何把它翻回英文 像我有时候的乐趣 就是只如何把中译本翻回英文 然后看翻得对不对 表示你看我英文好 还是我中文好 所以这个在学术翻译上面 特别有这个情况 这个真的很大的悲哀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一直认为把译本搞好 会对于学术发展很大帮助 现在台湾像万语周老师 也对翻译很有心 大部分人都不太注意这个 我很注意这个 那万语则注意这个 也不是因为受我影响 虽然他受识论文是我指导 但是我没有影响他这个 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所以中译本固然有快速阅读的长处 但是呢 我希望你接近作者原意 不必受到半生不熟 截区熬牙翻译的影响的苦读 这个我已经这辈子受了很多苦 我还曾经为了 就是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啊 他翻译很差的 我把它改好一点 家会人 我以前每个暑假会接一个job 就才把现有的 人家出版社要出的书 我去包这个工程来 我在暑假把它改一下 学生翻得好的 我大概只要花一点时间 我就可以把它改 就赚到那个钱 学生要翻得很差的 每一句我几乎要重翻 拿一样的钱 后来我就不干这个工作了 我后来我就不干这个工作 但我干过很多这种工作 很不幸的 大部分中语本都有这个问题 不表示英语本没有 因为我们对英语本了解不多 所以常常觉得 中语本太差了 英语本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这就是重阳媚外的结果 是翻译都有这个问题 是翻译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早先在欧洲文化里面 翻译这个字 translation的一个字源 就是反叛 背叛 好像是一个意大利文 还是一个拉丁文 反正你去读翻译研究 就有告诉你 翻译这个字源 原来就是反叛 就是背叛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我进行之后 讲一次多年来阅读的点心得 如果能够突破 那个翻译的这个地方 我会稍微 有地方可能也突破不了 所以 这个 我的说法 常常会跟别人不太一样 很多人就质疑的是我 而不是别人 我以前刚回来教书的时候 有一次我就说 突尔干说 一般书上说 突尔干说自杀有三种 这是错的 我上课就告诉他们 对的是这样 我就考试了 第一年我还考试 后来我不考试 我考试就出这个 突尔干说自杀有几种 全部同学都说三种或四种 我就很纳闷 后来很多人被我死当 那年 那年我记得死当了 21个人 22个人 这是31年前 我刚回来教书的时候的事情 我就说补考 学生吓坏 那年大四 社会学理论是大四 来了21个人吧 我说我只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就是这一题 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你们有来上课啊 那时候巧克力还不是那么高 我说我不是说了吗 自杀不是三种啊 也不是四种啊 没人听到吗 他就很害怕 你看我我看你啊 面面相续啊 谁要来告诉他真正答案呢 就一个很勇敢的女生 就站起来 这种危机场合 通常都是女生负责拯救场面 女生站起来说 老师我们有注意到 我们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有注意到 因为你第一次出题 没有人知道你的出题方向 所以我们就组成读书小组 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结果我们一致决议 全班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全班就答一样的答案 看你怎么办 我的政经跟现在是一样 这个没有拖长时间 也不用把它剪掉 原来答案是可以靠大家决议的 那我讲了不是白讲吗 他老师因为有书 你那个只是讲 我说不是有听到吗 我现在也写了书啊 也把我这个写进去 没把那故事写进去 把这个解写进去 也没多少人用我的说法 你到WKP去查 你去上网去查 脱钢说自杀有几种 你看还是不是三种还是四种 所以这个 我就觉得有时候 有时候你发现了光 你发现了真理 没人相信你 你有证据白的都没人相信你 他们宁愿相信Giddens 宁愿相信什么 因为他是外国人 所以他写的是会错吗 会错就是会错 如果他没注明出处 他查不到 你为什么要相信呢 我讲的都是有根有据的话 会错吗 那为什么会错要回来质疑我 而不是质疑那个外国人 或任何一个人 我们不讲外国人 本国人 做学问你就应该注意到 他有没有讲错 而不是他讲对了讲错了 他是本国人是外国人 他是男的是女的 就不应该有这个问题 很不幸的 我们现在的这种民族主义 也弥漫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面 我是个人认为 这是我非常不以为然的事情 我就以前听过 哎呀那些汉学家懂个屁啊 那些汉学家 中国东西不是外国人能懂的 如果同样的逻辑 我们最好都不要出门 那美国东西我们都能懂吗 希腊东西我们不是希腊人 我们能懂吗 你不是上几个希腊餐厅 吃几个希腊起司 你就能懂的啊 这都是偏见的又偏见 所以这个我希望 大家学到的 不是说我相信我讲的话 你要相信我使用什么证据 或任何人你读到东西 就要看他使用什么证据来判断 你要不要相信他 这是知识社学一个重要的 一个学习的 也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也是各位到学校来求学 很重要的地方就这样 你不是来崇拜明星的 不能说哎呀孙老师有名啊 所以孙老师一定是对的啊 我是他的粉丝啊 他是我偶像啊 这个心态放在这个学术界 都是笑死人的事情 学术界不应该有这些 是非真假 这要搞得很清楚 所以这门课呢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上讨论课的 因为我觉得 以前我还上一点 这个学生报告的课 后来我发现浪费时间 第二个 学生之间会有暗暗的角力 尤其班上有一个人成绩好 其他人就觉得我是压力很大 有压力大到胃精卵 有人 有的人看起来是东方人 受的是美国的教育 他的英文阅读能力 比台湾同学好太多了 台湾同学花一个礼拜读不完的 他一个礼拜可以读完 三个礼拜的读书 学生就觉得压力很大 为什么他都懂我都不懂 那条件不一样啊 懂吗 所以他一报告 你一报告 那个人在旁边这样嘴角一笑 你就压力大到不行啊 何必呢 念书不需要这样 所以我不让你们报告 我从那以后 我就不让同学报告 就希望你不要有这压力 读书是个人的事情 你懂多少不重要 你出去以后懂多少重要 你进来之前你懂多少 那是你自己 我上课能够教给你懂 你真的也懂了 这个东西比较重要 不要有不当的压力 哎呀 我跟他同学一门课 那他第一名 我最后一名啊 你就一直这样比 你最好都不要念书 人生又这样比的 没有未来 你看这外国同学来 也没有说 哎呀 他们都台湾人啊 老师也台湾人啊 他们台湾人又讲中文啊 一定会比我好啊这样 那我们当时到美国念书 不也是这样吗 如果这样 你就真的不必出去了 每个人不要跟别人比 跟进来的自己的比 你进来这个门之前 跟你出去这个门之后 这中间三个小时 你有没有学到 很重要的东西 有就值得了 孔子说 招温道细死可以啊 说得难听一点 就是我早上闻了道 晚上被车撞死 我都会含笑九泉啊 因为我今天学到东西了 其实正值应该说 招温道细行道 然后死可以 我早上听到一个道理 我真的就去实践了 我作为一个人 有个人的样子 我就算被车撞了 我都有一个人的样子 不是一只鬼啊 这个人啊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介绍公认的 知识社会学主要倡议者的 公认就等一下会介绍 这些书都有提到的 一个学术传统 还有一般社学理论 常常会忽略的部分 像我会讲到孔德 很多人不讲孔德 觉得孔德不重要了 那孔德不重要 孔德不重要是 那个人没读书啊 我告诉你 如果不懂孔德 你后面图尔干 你就不太懂啊 你就不知道社会科学方法 为什么是这样啊 你就不知道 现在我们讲的 社会科学成绩的 学术的成绩概念 从孔德开始的 现在很多科学史的编法 也跟孔德讲法是一样 你还不连就孔德 你可以说没有老师教 我写了一本书 卖了十年 二十年终于卖完了 出版社问我 要不要重印 我说不必了 一本书卖二十年 让它变成绝版书 可能更有价值 好 所以这本课会跟本人 以前开的古典社学理论 这个网络课都有 二十世纪美国社学理论 有重复的地方 但那是讲理论 所以涵盖比较广 现在只讲到 它理论中间 谈到知识跟社会的部分 所以你有兴趣 你可以上网去看 我的课就是这样 你不必在这个时间 一定要在这个教室里面 学知识最好的就是 你什么时候需要 你什么时候可以得到 这个最重要 有点像Wikipedia那样 你需要的你上去 只是Wikipedia 现在还不是很完善 好 各位同学 如果上课问题 当然欢迎你上课举手发问了 虽然我们有录影 但是你发问 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如果需要变声处理 你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看看能不能后置 变声处理 老师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就不用担心 那是你的声音 如果你需要 卡通人物的声音 我们也可以考虑 口头跟书面方式提出 我会尽力解答 有些也没有答案的了 当然因为做学问 有很多人有类似的 你不要以为说 我是老师了 我是老师就表示 我有31年受挫折的经验 这是我是老师的真谛 我当然也有31年 享受读书的经验 还我31年碰到 不同学生的经验 所以这个是我可以给你们的 很多的启发的地方 上课不方便的话 你可能私下来找我 这刚刚讲 email约时间就可以了 好 学生 还有学问贵在自得 老师领进门 真的修行在个人 你修得多一点 你自己得多一点 老师怎么努力教 学生不愿意 或者抗拒学习 自然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不需要告诉你 我有一堂课 那是2000年吧 我好像休假完了 回来上课 我就玩了一个游戏 也不是游戏了 我就说同学 我老师请你们喝饮料 我就买了杯子 买了 请同学7买了饮料 有的同学 我说你要什么饮料 老师帮你倒 吓坏了 然后老师帮同学 倒饮料的道理 有人就说老师我不喝 就盖住 老师不喝碳酸饮料 要减肥什么的 那有人说老师 我喝白开水 什么什么的 我说好 这堂课第一堂课 我要教你的都在这里 听懂了吗 如果你喝碳酸饮料 你不要修这门课嘛 你怕肥嘛 你怕见到知识之光嘛 那你要喝 那杯子满了 我还能倒什么的给你呢 那个课是社会学理论 研究所的课 我希望各位要知道 你这个你要修这门课 不是因为这只是时间的方便 很多大学生不得已啊 每课可修啊 凑学分啊 刚好的时间啊 对不对 翘课也很方便啊 反正我也不点名啊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 那都不在我讨论范围之内 我要像如来佛一样 你就算孙悟空 你永远逃不过手掌心 翻成白话文 你随时要修知识社会学 就算老师千百年以后 只要在网络上还有这影片 你就可以学得到 所以你逃不过手掌心 只要你愿意学 我都在那里 昨天是中国大陆的教师节 现在台湾教师节也有两个 好像我们中国人这个台湾人 就过生日 有这个杨历生日 可以亦历生日 可以过两个生日 大陆的学生就写信给我 祝我教师节快乐 我就收到一个大陆的人 传的那个 就说教师节放假吗 不放假 加薪吗 不加薪 那他们干嘛过教师节呢 他们互相在那边诉苦 所以我们这个老师呢 就让我们这个老师也不给他钱 他就很高兴了 所以我们这个老师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 很特别的物种 非常特别的物种 所以我一直也是自学型的学生 所以我期望你也从我讲义 跟上课引导一下自己去读书 我告诉你的东西 如果你认为学问就在那 那真的是我对不起你 学问还在别的地方 最后这个问题啦 也是我的老师一直提醒我的问题 就是学生学生啊 那你学这个生嘛 那生究竟是什么 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 生就是陌生嘛 那你不懂得去学就好了 这个层次是我当时的层次 你可以想一下 你可以花你一辈子去想 所以我本来要把答案写下来 我体会的答案 发现那是我体会的答案 我告诉你干什么呢 我老师没告诉我答案了 一辈子没告诉我答案了 他活了105岁 一辈子没告诉我答案了 后来很多同学学过人都在想的 作业规定啦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啦 第一个呢 要撰写我的志愿一文 最近这么多年来 我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不管什么课 因为大部分人大概从小学以后 不会写我的志愿了 因为你的志愿都不可能的 我要当总统 有人当了 说话 我要当消防队员 有人当了 第二个是我最近学到的 就是普鲁斯特问卷 你上网查 就这几个字就36个问题还是什么 我有那个 那个 download下来 也从wikipedia 你可以那个 叫proust questionnaire 那个是写这个很有名的写什么 追忆四水年华 那个proust 他在13岁跟20岁的时候 不是他发明的 他回答过两次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教育里面 很少让你去想你的未来 跟你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修这门课只是一学期的事情 但人生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希望这门课能够帮助你 所以这个 今天帮我 这个谁帮我做这个 我说 哎 孙老师 你这两次的这个 两门课的作业都一样 另外一门是社会学作业 都一样 是啊 都要过人生啊 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好好想一下 这proust questionnaire 是我这个月才知道了 应该讲这个月才知道了 第三个是参观台北孔庙 因为现在是9月 台湾9月28号是孔子诞辰 那你不要在9月28号的上午去 因为那个挤得要死 一堆人还去抢那个智慧笔 保佑自己的小孩好好念书的 那会非常难看 其他时间你都会去孔庙 那从知识社会观点 去撰写参访报告 不是讲你去拜啊 孔庙叫庙 其实它不是一个庙 它是一个memorial hall 它是一个纪念堂 所以你不必带香去啊 不必烧纸钱啊 那都不是民俗庙的概念 所以它叫庙真的是很不幸的 因为这个庙这个概念 后来被佛教给独揽去了 原来中国就中庙的意思 就是它对人类有贡献 所以你去尊敬它 崇敬它 那现在你看到庙 当然就烧香拜拜 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不是叫你去拜孔子 你爱拜不拜 那你的事情 你要三聚功 你要磕想头 你要在旁边笑 随便你whatever 赵云青参访报告 在其他地方 我会有这样的作业 你可以参考 就是你去找 第一个跟孔子合照一张 selfie跟孔子的像 合照一张 第二个去抄一部孔庙的对联 第三个呢 是问宅我在孔庙的哪个位置 他到底在不在孔庙 宅我被骂得要死啊 所以后来的中国学生都知道啊 宅宇宙请啊 就上课打课睡啊 对吧 这个后来的老师都要面对这种挑战啊 当你碰到学生上课打课睡的时候 你怎么办啊 这个有的老师就说 那你打呼噜的时候声音小一点啊 免得吵到其他同学 孔子就骂出来了 我觉得孔子万事思表 就这个行为 孔子就应该被抓下抬下来 他怎么是万事思表呢 请问 我觉得这是可以这个 请问如果你有学生在上课打课睡 请问你该怎么办 除了骂他之外 真正万事思表 不用骂的 所以孔子应该退位 让另外一个万事思表来 好 所以这个参观孔庙 除了那个以外 去年参观孔庙的三个问题 是去问三个人 三个显然是观光客的人跟你一样 所以访客的人 然后去问他们三个问题 结果很多人去了结果发现 没有本国人 导海阿姨是本国人 导海阿姨的话都认得我了 一猜就知道是我 孔老师对不对 你叫很多同学来做作业 我干脆发一个答案给他好了 我说答案就是不要有答案 而且你答案是错的 所以他就上观光客 还有就在家住附近 在旁边散步的人 所以那地方因为很清静 没什么人 所以很好散步 还有小孩子在那边玩 很安全 没有车子会进来 孔庙变成这样的地方 在专制王朝时代 孔庙是不开放的 只有9月28号那天祭典 其他事也不开放 孔庙门墙很高啊 像现在台湾的学校 所有墙都要打成透明化 对吧 孔庙就写个万人工墙啊 哪天万人工墙变透明的 那真的是有意思啊 所以你去看看 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我没有规定你啊 我只告诉你我曾经作为 我常常规定作为的时候 只讲大当不讲内容 讲内容你就会照我的方式写 但是我不要你照我的方式写 我要你照你的方式写 然后surprise我 什么东西对你觉得有趣 你很少去孔庙 我常去孔庙 我去孔庙 常常发现一堆问题啊 有一次我去台南孔庙 又有人还要说 先生需要导览吗 我说你需要吗 我可以导览你啊 我还可以告诉你 错在哪里啊 所以当然这样就太骄傲了 我们既然不是乾隆皇帝 也不是魏英诺 我们就不必搞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三个作业 这个作业 这三个作业都能够在 第一个月就完成 我的作业都希望你提早完成 其他事情就去念书去 就读书心得稍微长一点 书单等一下就会讲 我就希望同学的修课 是缘分 中国古话说 十年修的重船渡 你住个渡船 都是要十年修来的福气 才能跟另外一个人 做同一个渡船 百年修的共枕棉 你要跟他结为夫妻 当然以前是夫妻的 现在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样子 当兵啊也可能 共枕棉 那同修一门课十七个礼拜 难道这也不要多少年的福气吗 如果十年修的同船渡 同一门课当同学 这至少是五十年的功力吧 所以你就这样子放任着 你就跟那个人 求同一门课 然后你也不认识他 然后就这样过了一个学期 我希望你认识 不是说你们将来会发展出什么东西 那是看我没有这个能力 虽然我以前都说 我希望将来死后去应征月老的位置 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大家成功率 现在没有这个想法 当文昌可能容易一点 竞选文昌的位置 比竞选月老容易一点 所以这个认识同学 也是一样问对方三个问题 因为这个作业是我所有课都有 一百人的课也是这个作业 现在这个到底有多少人也不知道 但就算是你来旁听 我觉得同学之间彼此聊天 不是很好吗 下课我们还是会下课 今天是因为路第一堂课 我们就不下课 其他时间我们还按照上下课 时间上下课 下课的时候 与其你就是趴在座上睡觉 或者假装很忙 还不如跟另外一个人聊天 你不想多认识一个人吗 这也是知识社会很重要的 像有外国人 你不想认识外国人吗 本国人就不想认识本国人吗 你从哪一国来的啊 我对这种不是本地的人 我都非常有兴趣 包括不是台北人 我对台北人没什么太大兴趣 坦白跟你讲 台北人都差不多 什么云林来的啦 哪里来的啊 大陆来的啊 我都很有兴趣这样 我对语言就特别的 我一听就知道你台中人 我一听就知道你怎么样 所以这个认识同学是因为我个人的兴趣 还有我觉得休课不要忘掉 我们是活在这个社会里 你们现在很多人宁愿用手机 所以我一直想 是不是有一天也干脆设计一个作业 所有人下课的时候 用手机互相聊天 如果你要聊天的话 这活人都在你身边 你还不愿意 你家里跟外星人吗 好上课进度啊 这是一个缩小版 一个部分就是基本问题嘛 我上所有课都第一堂课 正式第一堂课都是基本问题 第二堂课介绍谢乐嘛 第三堂课曼海姆嘛 然后第四 那个接下来两个礼拜 是叫思想时的知识社会学 这大概教不完 我会尽力 这就是用PowerPoint 就希望能够稍微organize一点 然后接下来有一部分是 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知识社会学 然后接下来是当代社会理论中的知识社会学 最后是集体记忆或诗意 大概是这样 我也说啦 如果到时候还教不完 反正你们已经停课了 我继续录营啊 我把我的课录 这样我就这辈子 就不要再教知识社会学了 等着下面的人接棒 我能教的 三十一年来 传说我要退休嘛 就一直传嘛 传说嘛 就要传着说 你知道吗 你听到一定要接着传 接着传接着传 然后终于一天我退休了 对吧 听说老师要退休了 对 我去年就听说了 去年就听说了 对 我前年就听说了 听说老师退休了 对 我大前年就听说了 你看终于一天证实了吗 对不对 相关参考书籍 所以知识社会学领域啊 一般都是探讨知识啦 或者思想啦 或者文化 看你怎么用这个词 还是跟存在的关系 因为存在是一个比较 看你怎么用啦 或者叫社会啦 两者的关系 虽然如此呢 在《导论为名》的书籍里面 几乎每一个作者都 明示暗示自己的特殊立场 有人从女性主义立场啦 所以有女性主义的知识社会学 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 所以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社会学 有人从曼海姆啊什么的立场 所以呢我希望参考比较 你要参考比较新进出版 因为这门学问很奇怪 大概从1990一代以后 已经没有书讲这种学问 已经没有了 如果有情况你告诉我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说 我所知道的多少 你看这个桌上 除了桌上以外 好 你看第一本 这个比较早的是1958年的 Sociology of Knowledge 这个书皮带都差不多 对吧 这个副标题 Essay in Aid of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of Ideas 它希望帮助你去更深地了解思想史的问题 思想史有的叫History of Ideas 有的叫Intellectual History 有人认为有差别 有人认为没差别 这种讨论很多 没有太大意义 我正在掌握我那一本 是这一本吗 对 是这本 但这本因为书皮上 没有任何那个 所以 我本来要把它 这样上课就像李瑶了 对吧 没他的学问 但至少有他的样子 没他的衣服就对 好 所以这本呢 它主要是1958年 后来很少人谈的 这Vernal Stardust 也过宗教社会学方面的书 好 这本呢 另外一个就出名了 Peter Berger 跟Thomas Lukman 两位先人都过世了 你现在有Google 很容易查到这些人的生平 甚至照片啊 什么之类的 以前念书 要查这些人的照片 很不容易的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这是1960年年的书 Peter Berger 算是美国人 Thomas Lukman 是这个德国人 这是 这个是瓶装本 原来的瓶装本很小 但是后来有很多样子 是英国企鹅版 美国出版的书 跟英国出版的书 是不同的版权 所以它的那个 除了那个有几个字的拼法 不一样之外 它还会有一些 因为这本书是 社会学的畅销书啊 畅销到翻了 你看我的版本太多了 你看这本跟这本是一样 封面基本上是一样 然后呢 这本书有两个翻译本 这个社会实体的建构 或者叫做现实的社会建构 社会实体的建构 就是这个你该怎么翻的问题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是Social Construction of 现实 还是Social 现实的 Construction 所以就会有中文的两个译本 就有这个差别 那那个91年的译本 这个是我当时念书的同学 他是用口述的 那他的请了一个学妹 然后还什么就把它记下来就翻了 他有很多这个对于近代史的反思 还有两个极度的极度可怕的错误 那时候也是因为字典不够 一个呢错误就是Ethology Ethology叫动物行为学 是Conrad Lawrence为主的 那个研究动物的行为 最有名的是燕娥 那个一个最重要概念叫imprinting 那个娥子生下来多久以后 他会在有一段 有一个时间 会他看到的那些 他会认为那是他的父母亲 所以燕娥跟劳伦兹有这样的书 那燕娥就认为他是他的爸爸 还是他是他的妈妈 就是他的那个 所以他们就跟着他走路 一张最有名的照片 就是劳伦兹走在前面 一堆鹅排在后面走路 就是imprinting 然后发现那个小孩也有这个 就在关键时刻 那个人你就会认定是 你这一生照顾你的 或是你的 那叫Ethology 那个字呢 跟民族学 Ethology只差一个字 就是多了一个N 结果在这本书里面 经常出现的 因为讲的是燕娥 讲的是Lawrence 所以是Ethology 不是Ethology 可是这本书当时的字典 你要查到Ethology 在我们当时的 英汉字典里面 是没有Ethology这个字的 所以他就 把它翻成民族学 所以动物行为学变成民族学 你看得懂 那真的是要靠想象力 这不是他的问题 这是时代 还有那个知识的限制 这刚好是知识学 一个很好的题材 第二个错误 Mediation跟Meditation Mediation是中介 Meditation好像也差一个字母 对不对 我如果写在黑板上 我大概就知道 现在就不写了 那他就一直翻错 把中介一直翻成沉思 那你真的看得懂 那真的是佩服你 所以很多人 在这种冥冥错误 你就会只想办法 把这错误给凹过去 然后想出一套新的东西来 这未尝不是创意 可是这对学术来讲 就不是忠实于援助 那那个现在的大陆版 我没有认真看 所以我没有看出 有什么样 大陆版翻的都非常后面 因为他的特殊国 现在80年代 他们都还没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 就一路追一路追 现在我看到很多大陆的 有关人文社会的翻译 都是1990年代的重要书籍 90年代我在美国 已经念完书回来 大家都觉得该看的书 现在慢慢都有中意本 台湾那时候人太少 没有翻出来 像这个现实的社会建构 所以现在在社会科学里面 几乎也不讲 这谁提出概念 叫社会建构论 常说这个是建构出来的 这已经变成 念社会学的 熟人都会讲的话 你要是不会讲这话 你就是落伍了 就像你学了经济社会学 学完你一定要学 这就镶嵌在社会里面 你这句话都讲不出来 你就不必混 江湖上就有这种口诀 就是你要混邦嘎 一定要会讲几句话 你要混社会学 一定要会讲镶嵌 会讲什么 一定要讲这个场域 惯惜 不懂也得讲出来 你还就知道你是这个门派 这跟武侠片没有太大差别 接下来这本呢 刚刚那本你看完以后 它是综合了很多人的 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讲 那Peter Hamilton这个书 就叫Knowledge and Social Structure 这就是你看芝士兽学的两个很重要的题材 Classical Argument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别忘了 这个书的年代 74年了 那这个我年轻的时候 觉得哇能写这样的书 我现在教书的内容比它还丰富 懂吗 所以这个不是不能超越的 只是看你有没有心 如果你一直把这个当成圣经 当成那个一直在看 你当然超越不了它 你就被它绑在那里 所以我不用教课书 不用呢 就是因为你有一天会超越它 如果你每天拿这本书 上课上二十年再拿这本书 你二十年都超越不了它 你只有摆脱它 你才能超越它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到美国去念书 没有老师指定教课书的 没有老师指定读本的 读本你就是把那本读完就没事 可是读本呢就有读啊 你就觉得学问不在 那个外面没有学问 你每天只要报个那个书就行 这个在我们叫知识社会学 这是你画地自现 如果老师还教学生画地自现 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最可怕的事情是指定老师写的书 那你还上课干什么呢 老师写的书就已经是个完成的东西 你回家看两礼拜就看完了 你花一个学习 学习两礼拜可以看完的东西 而且看完错过你还可以再看 这不是浪费生命吗 各位如果你有生命可以浪费 OK了 像我现在没什么生命可以浪费 活一天少一天 你们活一天多一天 才怪 这个呢就加上 你光看书名 80年 加上了class 好像过去的知识社会学 只讲structure跟knowledge 就不讲class 那加上class呢 当然只要把马克思东西 把西方马克思东西加进去 那就是了 所以讲 等这些书出来过几年就熟套了 都这么讲的 这个文化霸权了 culture hegemony了 或hegemony了 看你怎么发音这个字了 哎呀 这就是历史形态 国家机器了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了 然后等这些大家都朗朗上口了 连大学生都会的时候 你就没得讲了嘛 还有什么呢 现在什么问题不是阶级问题 什么东西不是阶级复制 那你还读书干什么呢 你读书一辈子不会有出席的 因为阶级复制嘛 你再回家看你老爸是谁就行了嘛 你这辈子要改变自己 你是靠教育呢 还是靠婚姻呢 跟魏英洛学学嘛 对吧 你靠教育 那照道理 你是不可能翻身的 最快还是靠婚姻呢 而且只有女人有这个机会啊 男人去上娶 怎么可能呢 女人很容易上架 男人不容易上娶啊 所以那你还要读书吗 你读了半天 还是这个道理啊 如果告诉你 就这个 你真的想需要读书吗 知识社会学不必念啊 什么东西都是经济的问题啊 什么东西都是社会复制啊 这样讲完了 就可以去搞革命去了啊 然后等到你握了权以后 你就忽然发现 诶 权力才是真的啊 当初那一切都是为了获取权力啊 这已经历史糟糟在目了 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所以这个强调阶级对很多人来讲是个鼓舞 对很多人来讲是个俗套 因为你已经讲不出新东西的时候 那就 所以你看八六年就出现了书讲 Hermeneutics 好了 我们不要讲那么政治 那么血腥的东西 不要讲这种宫斗剧的这种 我们强调这种内心的诠释的 然后就开始走向哲学之图啊 然后就说 社会学里面 interpretive啊 诠释派啊 我们不要从那种解释派啊 然后这跟知识社会学有很大关系啊 好 这是九六年啊 这个到了九六年啊 终于有人写了一本可以看的书了 叫Culture and Knowledge as Culture 不是Knowledge and Structure 名字都取完了你知道吗 没名字可以取啦 只好副标题加上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有New的都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因为它已经九六年了 我们以前傻傻的买字典 说买最新英语的 跟汉实用字典 它出的那年当然最新 没错 二十年后 那个最新就是糊弄你的 所以买书不能买最新 懂吗 有个出版社 现在还在那出版社 就有一年就是最新 最新完它又出一版 超新 我想最后还什么 宇宙新吗 你要干嘛呢 这我们小时候 骂人跟人家比呢 我爸最伟大 我爸财伟大 我爸地球伟大 我爸宇宙伟大 我爸银河伟大 搞不清宇宙还是迎合哪个大 反正就 小孩子讲到最后 反正就是一定要比你爸大 我爸一定要比你爸大 有意义嘛 所以你看这个 你现在看起来就很好笑了嘛 对不对 它只介绍四个部分 所以还OK啊 九六年 九六年以后 有人已经出一本书叫 新知识社会学 你还能干嘛 没输了 它出完就终结了 你知道吗 这是原点文学的编辑 我与其写一本通知教育 不如我告诉你文学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读本嘛 A reader嘛 对不起 A reader 这70年变的 70年之后呢 因为美国社会 欧洲社会等等 都还在这个两大集权 还在冷战期间 当然讲知识社会学很有意义 现在这种时代 讲知识社会学 还有什么意义呢 每天看川普 就是知识社会最好的课啊 对不对 alternative fact 哈 那气质也搞哲学的 也不那个啊 庄子早就说了 此意义是非 彼意义是非 庄子比后现代还后现代 他前现代就后现代 所以正是时候读庄子 懂吗 介绍大家去看 开放师课程 另外 蔡斌明老师的课 或者书 另外二手研究了 说好吧 把相关文章 看起来真的都是历史成家 Gainter Grimlin这本书 Toward the Sociology Knowledge 1973年 这本书那么厚 你看 那都是文学 文学就是 你要花钱买的读本 你不花钱 那就是老师影印的讲义很丑 那就看 现在当然 台湾的影印技术也很好了 所以这是 这种书 另外呢 这个Nicolstead Volker Mayer 这两个人曾经 他刚开始从德文出来 也编了两套书 这个1984年跟1990年 一个是Society and Knowledg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就是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反正可以很长 这个是这本 Society and Knowledge 也差不多这么厚 然后接下来是 Knowledge and Politics 知识跟政治的关系 这个题目呢 自从Marx Weber讲了 学术当一种制业 政治当一种制业以后 其实这个题目就非常的红 然后Foucault又讲了 Knowledge Thash Power 好像所有的知识 都跟Power有关 所有的知识 不仅跟Power有关 跟性也有关 跟你的自我也有关 跟很多东西都有关 跟钱财也有关 所以为什么有些课要钱 不要钱呢 能够学吗 哈佛大学多贵的学费啊 台大多便宜的学费啊 便宜到校长都请不起啊 你没看 没校长吗 不是嘛 这是开玩笑 不是因为请不起 你们都知道原因 Knowledge and Politics Society and Knowledge Dispute 很多人把政治 或者把权力加进来 权力是一个到现在为止 最社会科学里面 最喊混的概念 因为好像讲了什么 好像什么都没讲 哈 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说 好像你找到答案了 什么都是权力嘛 公斗戏嘛 对吧 谁不勾心斗脚 为了生自己的孩子 然后就把别人孩子毒死嘛 那毒死他就下药嘛 长期的毒死 短期的毒死嘛 最后只要你胜出就行了 谁喝了酒 谁就赢啦 等等的这种 毫无营养的东西 可是毫无营养 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呢 因为职场里面充满了这种 好 所以这个knowledge跟politics 在知识社会科学 科学社会学里面 我以前还花点时间研究 有一个德国的学者 他说当一个学科成熟了以后 最后影响这个学科的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政治 一个自然科学的方面的东西 最后影响的是政治 那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你看现在当代的新闻 或者你看电影 什么市长的夫人的秘密 什么御观音 是不是叫御观音 御观音 你看我都想错了 几乎都是这样 就是政治在操纵一切 尤其权力操纵一切 那你还要学知识社会科学干什么 你看新闻就可以了 你就变成一个很酸的人了 或者你就变成政客 与其在那边骂 还不如就加入他们 然后你就可以享受全力 这是你人生的问题 好 所以这也是文学 别忘了年代 大概都到一九九九几年就完 然后这是书名你看不出来 他其实是研究特别对象 Market这本书本人还有 你看我这多年来累积的 这个你现在要买书都不容易买 当然现在没人看书 这也是个问题 Sociative Knowledge 你光看书名 哎呀是 可是他的重点在谈什么 谈Philosophy of Karl Meinhard 跟Pitrim A. Sorokin Pitrim A. Sorokin 是谁 他现在社会学人 没人知道 他是哈佛大学第一任系主任 在Parsons之前 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 他也是当时第一个 在社会学史上写社会学理论教科书的人 他当时就写了一本 当代社会学理论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1926年 后来一九五几年 又写了一本 今日社会学理论 都有综艺本 没人看 因为他后来的光芒 就被了1930年代出来的 Polka Parsons给盖过去了 因为Polka Parsons跟他的关系不好 他是苏联人 参加苏联革命 逃到美国去的 非常非常有学问 你光看他的书 他几乎没有没看过的书 所以你要跟他一样 有学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可是后来就 大家都不太提他了 很可惜 很可惜 我教爱情社会学有一段 还提到他 他后来强调灵人的爱 在西方的基督宗教里面 强调要爱你的灵人如己 别忘了 很多只讲到爱你的灵人 其实要如己 你要像爱你自己 要爱你的灵人 这句话 在西方世界里面 很多人还是做不到的 你光看移民的问题 连这个瑞典 被认为是多么开放 多么民主的国家 现在反对移民的势力 抬得非常高 因为他们的移民吃了他们很多福利 让当地很多人很不爽 所以他们的 有一个政党 这两天的新闻 有一个政党的得票率 就变得非常高 就是赞成这种反对移民的这个 这时候让你想到 譬如Sorokin所说 强调要灵人的爱这一点 就特别的觉得感叹 因为很早以前就希望有人这样 但是现实环境 常常不允许 然后David Frisbee 另外一个叫 Alienated Mind 强调的是 知识社学在德国的情况 这个就是当时 知识社学为什么会在德国兴起 因为知识跟政治 已经搞不清楚了 你只要老师在学校教的 到底是老师的政治立场 还是知识 就在我们社会科学里面 特别明显 因为现在台湾 政治系老师 法律系老师 社会系老师 教给你的知识 是他的个人政治立场 诉诸所有你的良心 还是他有他的学术研究的基础 他没有把所有人的立场都考量清楚 做的是一个认识所有人的立场 还是告诉你 跟着我走你不会错 德国早就出现了 所以在美国 我念大学的时候 为了鼓励黑人读书 他就有一个口号 就说 The mind is a terrible thing to waste The mind有时候很难翻译 不是说心啊 或者思想啊 就是说人 不能够浪费掉 这种人的这种思想的特色 尤其强调黑人的受的教育的问题 那如果你受的教育只是宣传 那你受教育有帮助吗 你受的教育只是偏见 你还需要受教育吗 所以这个是思考 所以Carl Mannheim那时候的书 里面有一张说 有一种政治的科学 是可能的吗 政治能变成一种科学吗 好 这个 好 很多都是 这本书是40年以前的著作 但是应该不容易找到 张东孙在1940年代的两本书 要知识与文化跟思想与社会 我没带下来 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书 但是好像大陆也没重印 也可以看 但是别忘了 这个已经很旧了 可以学到一点 但是新的东西学不到 一些旧的中文文章都洪连德老师写了 1970年跟1998年 以前你没有其他资源的时候 看这个文章帮助很大 现在你有其他资源的 你看这文章真的是浪费时间 因为他讲的也不清楚 懂吗 所以这个是要看情况 在没有的时候 它很重要 等你有的时候 它就不重要 因为他的东西太浅了 尤其这些文章太浅了 这不是他的问题 是时代的问题 那时候写生了也没人看得懂 那时候他在德国念书 那台湾的学者 在当时都是二大战以后 就没有再念书的学者 所以他介绍学问 我们那时候学到的学问 大概是时差30年左右 所以他这个算是稍微及时一点的东西 还有书名看起来像《导论》 其实是经典之作 就是这个Colham的书 翻成叫《知识社会学》《导论》 这不是全译本 这我们到时候会讲一下 有人就出版了 因为叫《知识社会学》 导论比较容易看啊 等你去看 你发现 蛤 《知识社会学》是什么东西 然后一个杂志 现在大家也不出了 因为我这个没有再查了 就换了名字 它是每一年出一本 现在好像也没有再出了 然后还有一个代表翻译的问题 原本 叫Neisser的这个人 哎呀 我没拿下那本书 我有那本书 原文我都没听过 任何人争引这本书 这么多的书 里面没有一个人争引到 Hans Neisser 没有一个人 你说我没学问就算 其他那些人 在欧洲 美国没有人争引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竟然还有综艺本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它是江湖的影视吗 功夫最高强的那个吗 啊 躲在哪个山洞里面 然后等着大家发现了吗 然后这本书呢 我就买来看啊 就这本书 还不好啊 对吧 你就觉得 哎呦 我也许 就晚餐吃一吃 到现在十二点以前 我就可以把它看完 我看完以后 这本书 我曾经想做过 在当场把这本书给撕了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电影 叫Dead Point Society 中文翻译是什么来自的 爱春风话语的那个 对 他不是就站在桌上吗 就把那个诗集给撕了吗 我看的时候非常感动 你知道吗 可是我们受中文化的影响 这个字纸都是神圣的啊 你不能坐在 屁股不能坐在书上啊 你也不能把纸给撕了 以前要静字庭 如果你要烧 还拿到庙里面 有个亭子烧它 因为那是神圣的东西 现在乡下有些人 还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就遏止了 自己的冲动啊 这本书 你能不看 或你不知道 对你是 这人生完全没有影响 你知道了以后 会增加了一些痛苦 我真不知道 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 我也不想激怒任何人 我自己看 觉得很难过 但是呢 这是你少数 在图书馆网站上 输入知识社会学 你能看到的书名 你又看那么薄 哇 你就见了一个星星 然后你一看 你这辈子就不再跟知识社会 发生关系 我痛恨是这个 你如果这本书那么薄 能够把我要讲的东西 或者在当时出版的时候 1992年 就能够把1992年以前的东西 做一个简单的东西 这本书就功德无量 那么小一本可以写 要讲一下 还要制作一些 读心得推荐书单 我不希望你读一些 你读过我没读过的书 那我就没有办法指导你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所以我推荐我讲理由 因为这些跟我教学的东西 都有一些关系 有些是跟我有关 所以你要读一些我没读过的书 最好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而不是说 孙老师因为我另外一门课也要读一本书 那我就干脆一鱼二吃好了 如果那个跟我课有关 我是可以接受这个答案 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 如果跟我的课有关 你看看我都推荐什么书 那这个是一个说明 没有什么 然后这个希望你这样 是因为大部分人写的时候 交来的时候 会造成我登记上的困扰 这个适合我的大学部学生 也适合你们 所以稍微说一下 特别是作者这个部分 很多人不写完全作者的名字 他好像是你的朋友 老师这本就是玛丽写的书 玛丽谁啊 你朋友啊玛丽 老师我们都叫她玛丽 所以还原始出版年代 我实际上知道这个书 有时候翻译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很老的书 它可能是有经典价值 可能没有 可能只是因为书名 刚好跟我们的相符 或者刚好吸引到你 但是那是一本老书 或者是一本不合适的书 你不知道 像你要看社会学 马克斯韦伦有一本中文译本 叫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如果你今天要念 对一个完全不知道 社会学什么的人 然后看到图书馆有一本 叫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又那么薄一本 太好了 我一个weekend 我就可以变成社会学专家 然后你就开始 才打开第几页 你大概就痛恨社会学 这辈子不用再接触 书是要引到你兴趣 那才是好书 不是你看到 你如果这种奇怪的声音 那都不是好书 看书要看到 哈哈哈哈 那就是好书 没有别的那个 书名 还翻译年代 翻译年代 还有翻译版本 因为有时候书有不同的版本翻译 谁翻的好 谁翻的不好 书名 如果翻译书要付原名 因为有时候翻译书的书名 跟原名差很远的 还有翻译者是谁 翻译者很重要 尤其现在当然很多书只有一个译者 但有些书 等一下你会看到 有两三个译者 那哪个译者比较好 有的我知道 有的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出版地跟出版社 还有新德的证文 这当然就是讲 Maurice Albuax 的 Collective Memory Maurice Albuax 是一个古人了 因为他的 现在讲集体记忆 就是因为他这本书的关系 他这本书 原书名不叫做集体记忆 原书名叫社会记忆的框架 一个法文 我的法文没那么好 我怕讲出来到时候 我的朋友懂法文 就一直笑我 或者学生说 宋老师你干脆不要讲法文好了 这Uncollective Memory 有个综艺本 这综艺本 后来又重印本 这个书写的 没有什么理论的东西在里面 他就是研究耶稣的圣地 然后怎么死的 然后在哪里 所以念历史的书很好了解 因为它没有太多的 花俏的不重要的东西 念社会学的东西 常常在正式的东西之外 加上一堆那种论述 或者哲学的东西 然后你觉得删掉 不会影响你理解 有了它反而你不太懂 我前几个月花了时间 看完复刻的古典 有点疯狂史 我就觉得把那个理论的东西全删掉 或文字 那本书就是一本很好的书 我本来都看懂了 然后他开始论述以后就想 这可能是我的问题 我有一个老笑话 就是老师在医院里面 在等看病 同学经过就说老师你看副科 不 我看的是密尿科 这笑话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我那天在密尿科的时候 门口就又想到自己这个老笑话 我怎么没把我的副科带来呢 这几本书真的很容易懂 不是都是学历史的 你都好像去 潘光德是不是学哲学的 还是因为他名字有个责文 你认为他学哲学 这个呢 跟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差不多 他很好了解 我就选了一本 《解构正成功》 《正成功》在台湾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物 对不对 《英雄神话》 《形象》《跟历史》 我每次谈到正成功 我都会有一个作业 就请问一下正成功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伟大的人背后不都有一个女人吗 正成功的妈妈怎么伟大 正成功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到了台南 到了严明金王池去 我上网查照片 都写田川史 田川滑来吧 田川下面呢 田川什么呀 那天有个人说叫松 我说真的吗 为什么 我找不到这个资料 他叫松 所以正成功叫达木 OK 一个是松 大木 然后在日本哪一个海边 有正成功诞生处 他在海边出色吧 跟沙太阳 你知道吗 然后他有一天走的时候 就像海灰一样 成功的出来 不是大木 但是台湾的历史 跟正成功有关系 对不对 除了他爸爸是中国人 他妈妈是日本人 这种 这种很有相对意义的 跟我们现在的状况 有一点关系 正成功的故事真的是 我觉得学到蛮少 正成功是感情负名的 正成功是要做汉营的 所以当初蒋家政权 来了台湾以后 就把正成功当成英雄 所以这是恢复汉式 然后就叫坎东大陆 结果就在 就大量 就开始做盐平贵王池 然后就做了一个属相 那时候最大的问题是 正成功有没有胡子 胡子多长 这是我老实告诉我 当时就有这个重要的考验 说正成功应该是有胡子的 因为中国人是身体把 都受振不肯尾伤 都长了 做得不短不长的好 所以现在正成功也要不争 是没有 正成功也要不姓正 你知道吗 那不是姓正 但他字姓是诸 所以应该叫诸痴多 这是Pigs 我看那个另一的人 那是很烂的 所以这种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看几本小书 大家多多少少让你有一点点ID 如果你还有兴趣 他好像有参考生意证 另外一个叫华盛顿 华盛顿的国父怎么制作出来 为什么叫博父 英文其实叫Founding Fathers 其实不是一个国父 Fathers 就是美国签订的那样 都叫Founding Fathers 所以美国是多罢了 我们是接一个罢了 从博父接一个罢了 现在当然 某些人不认为他是多罢了 另外这个是刚好我的学生开出版社 他议的这张本书 然后我就看了 看了觉得很有趣 那一代妖后 破份刊物就是当时的pamphlet 法文也是同样的 但是我的法语不是法文 所以他就把pamphlet 翻成破份刊物 这个道理 他讲的Marie Antoinette 就是被认为是妖后 其实他就研究 其实他是非常无辜的 这个有电影 你如果省事你就看电影 电影有一个电影是 那个 Copola的女儿拍的 分等的 非常好看 尤其那个一拍到点心的地方 我就有罢水 他就他里面就 因为大部分人学历史都会写到这句话 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蛋糕呢 他们很饿 然后这个人就 Marie Antoinette就是 显示他很无知 然后很奢靡 所以觉得 老百姓饿肚子 干脆吃蛋糕吧 像我在宫廷里的蛋糕吃啊 就把他这种形象给污蔑出来 从来没说过 在中国历史上是禁贵地 说这老百姓没东西吃了 那怎么不吃粥呢 肉糜 何不吃肉糜 怎么不吃广东粥呢 加上牛肉啊 就说这人昏庸 要打击人都是用这种方式 到现在为止也是啊 有一次市长学体的就上一次啊 说哎呀不要让谁不开心啊 对不对 然后后来证明说没讲这句话 但这句话深入人心啊 所以那后者就没选择 别让叉叉开心啊 所以这个也是就颇份杂志 颇份杂志跟现在网民那种 乱七八糟不讲实际的网民 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某种程度你以为 这个历史是现在发生不 这种事情早就有了 这本书就证明这有了 然后那时候一堆人 根本也没见过他什么样 你把它写得好像他多么糟多么糟 你要毁方一个人 永远都学理由 人怕出名出名出名 讲的就是类似的道理 所以你们这时代很多人 年轻人都希望自己 要被人家知道啊 越出你越好啊 我们那时代人 你竟然不要被人家知道啊 你只好觉得没好处啊 你看这两种价值观 我到现在呀 我们最大人还有人没有手机呢 这不是说手机会摄取人的灵魂什么 不是这种嘛 而是希望不要有什么奇妙的 那这两本书啊 所以你可以看 都是同一个法国的学者写 这不是不同的刊物啊 只是翻译的出版社 是学中的出版社 很要求的人 这就是法国的学术界 历史学界啊 比耶诺哈勒 他编了几本啊 他编了几本啊 法国的叫 《Le Lune des Memoires》 好像是三大车还是四大车 反正那个也有印译本 印译本不完整啊 好像收了多少 一百篇文章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这 这个我们台湾是代理学老师 翻译的 代理学老师呢 是诺哈勒的学生 因为我有一次跟他有机会开会见了 我才知道他翻译这个时候 在2014年就翻译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就把这个名词 这已经是他们这个学派的这个招牌 它能记忆所细之处 翻得很长 但它有它的道路 那那个诺哈勒就给他 就建议他翻译诗篇文章 这诗篇文章跟大陆版的诗篇文章 是一模一样 那翻译者是不一样 那大陆就把这个就翻译成记忆之场 所以它里面有介绍 比如说大国自由车 繁环化自由车赛 跟这来上去吧 马赛曲 巴黎铁塔 这种跟记忆有关的这个历史故事 是怎么形成的 没有什么理论 全部都是历史学书到哪里 就很稀的那个 所以历史学家在这个方面 你就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社会学家反而进去了 然后加上一堆那种 要解释的理论的时候 你就忽然就看完了 不就这种解释 我就是艺术的法则 你说他讲佛罗拜那本书的时候 我都还知道 等到他开始解释的时候 我就无罪不利于重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相关的 相关书 然后这个呢 是我个人的兴趣 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演变 这个包括 这不是一个简单历史的问题而已 这里面还包括了一些转换 还有现在有些人 还想恢复中国以前的教育制度 这个大陆学的左翼和谐的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这我当然也提到 这个书我还买了还没看 因为大陆人有时候的问题就是 他写的太长 就是把资料 一本书像资料书跟那些都写在里面 我常常觉得可以分两本 一本是资料 一本就是你剪精简的那一本 我也不知道这本书太大 有时候对看的人是压力 另外一本是类似的 讲到私塾跟学堂之争 学堂是近代的 希望现代的私塾是旧的 这段历史 另外应兴是中国法政大学的社会学的教授 他写一本 《新教育场域的兴起》 这是里面的三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还蛮有意思 讲到孤单的教育 这个新学 他就跟我们国际游的文学 我就觉得你把国际游的文章 删掉这篇文章 你干嘛呢 这英文叫pay lip service 你知道吗 就是你提到这个 你好像不提架 遇到老师 你好像就是有损鱼 这个怎么样 可是你没有问 那个遇到老师看 这个书没有太大关系 真的 真的没有太大关系 还提到两次 我都觉得你没有太大关系 可是不是要引用呢 就像各位有时候写论文 我写过论文你知道 有时候是为了 他是口识委员啊 我怎么那么不赢口识委员 就有一次我写的书 又有人引到 我说同学 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这个书 跟你的论文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中国大学说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他还一毛钱 我是一百块关系都没有 你可不可以把它删掉 我觉得很惭愧 因为我是你的委员 所以你好像就要 就要把我的东西引进去 反正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我说你既然碰到我的 我建议你删掉 强烈建议你删掉 我就绝对没增加你的任何好处 还增加了我的羞愧之心 我的羞愧之心 到了我的地步 你的成绩会很差 我马上就删掉 一定要用这个文来威胁的人 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 所以这个印心这个书 我看了 写得还不错 至少我学到很多 很经典的学校很多 但我也知道说 要利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去历史 也就真的不太容易 要做到好像了无痕迹 但你更不能 这里有两本书 另外一本因为找不到 如果你知道我的研究师 跟我家里要找到一本书 又说是相当笨难的事情 买一本新的都快一点 这两本书都非常小 非常有趣 赵世瑜这本书是我最近才买到的 说说不尽大怀素 祖先纪家国象征跟族群历史 你看他副标准就非常设有一个学 这讲什么呢 这就跟我家族故事有关系 我算是我父亲从河南来的 然后等我年纪大一点 我小时候到被我家乡在哪里 我大一点的时候 我爸有一天跟我说 其实我们家是山西人 我们家在六代以前的祖先 是来自于山西洪洞县的大怀素 刚刚讲大怀素是至少两本以上 这是我最近知道的 那我就对这个大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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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搜尋Google 你就可以查到大怀素 现在有一个纪念的什么东西 因为当时山西日子非常苦 还有听说另外也是 在明朝末年以后 中原因为战争的结果 一片废墟 所以需要人去开墾 所以山西人就大量的移民 这是政府的策势 所以就移民到这种废墟地方 去开墾当时的人 但是有几坡移民 那移民的基地点就在洪洞县 那因为苏珊奇景唱过洪洞县这个 他都讲洪洞县 其实是洪洞县 所以这个大怀素呢 就变成这些移民的集体集 所以他这个呢 就访谈了很多山东哪些地方 河南哪些地方的人 都说他们大怀素的集体 那很多都是组配传家 像我那也是组配传家来的说法 他就追溯这个记忆是怎么样形成的 跟这个锻炼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很薄的一个 然后第二个很有意思 然后对于中国近代历史 像我家可能 我的祖先可能是 前龙皇帝的时候才移民的一波 因为山西人非常日子 非常非常的多 但你要去大陆 山西可以看到比较多 没有经过破坏的建筑 包括中国世界最早的 木造的高等的建筑 在山西 跟它气候感造 所以 另外那个他自文化史 这实在太有趣了 我们现在你讲你的他 你不会用这个字吗 但你知道吗 那一百年前 这个字呢 引进的时候 很多争议 有人决定不用这个字 一辈子不用这个字 干嘛 这个字有什么 这个字有什么 需要一辈子不用吗 有人觉得 人脂肪不好吗 你不是人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 女男男男 就要加一个男脂肪吗 这种争议都出现过 就像现在 从大陆开始的 现在写他 为了避免 这个男脂肪女脂肪 他就干脆写个TA 是吧 我当时看的时候 到时候T-A R-A 我就不知道 这个T-A是干什么 后来大家慢慢看 慢慢看 这个暑假没有学生在旁边 我每次跟学生问 我都有一堆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马上有很多人告诉我 所以他这种话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这一个字 怎么会有这样的历史 这个历史实在是 现在对我们来讲 已经不是问题 在当时是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书也非常小 你要看的话 看增定版 好 这个呢 这个呢 就稍微学术一点 这个 Timothy Brook 跟这个 他叫吴正林中的名字 老外的中文中 我们台湾人的名字 都是 算平纖略群 名字笔的 这叫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在解释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问题 这个呢 最早 是Mark Faber的一个问题 Mark Faber认为 为什么中国 很多东西发展很快 为什么 就是没有记忆在资本主义 在中国发展 所以他写了 文教会道教这个书 部分拿来解答 这个问题 我写了一个二手著作 最近联丁在编辑 因为最近是 文教会道教 看你算哪个版本 书版一百周年 一百周年以来 中国人没有好好回应过 Mark Faber的问题 也没有好好解释过这个书 所以我的书出来 大概是第一等 希望我们要是最后一等 好好认真的回应 他这个书的一个 一个著作感 这个 所以它里面 它包括了 对于马兹主义的解释 对马兹主义 怎么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 近代资本主义的问题 所以这本书 其实是很可以当成 知识社会学 特别是了解中国历史上 怎么去解释 中国历史这些事情的文述 就是中义的 可是这些都 看学的东西都是历史学的人在做的 我们社会学的人在做的 相对来的教室 我觉得这很可惜 有点画地直线 然后这两本单 这本单很有名的 Edward Said 我在歌大念书的时候 传不到他那个有名 我八一年到八七年在歌大 知道这个老师 刚开始就不知道这个人 到底是sade What did he say? 不知道那是一个人的戏 现在有人的拼法是s-a-y-d 不是i-d 那就看起来像是一个人 常觉说 然后呢 就像有人看一二问 那他问什么呢 然后第二集就说 啊 原来他问二 第三集呢 他问三集 诚实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 这笑话我觉得蛮冷的 有些人都笑了 大家憋得太久了 这东方主义 或大部分的东方学 我有大部分 一个放在家里的照片 这照相是在家照的 就没有照起来 这东方主义 刚开始你总觉得 中国台湾嘛 或中国的历史上 那是东方嘛 就一定讲到那个 没有他没讲到我们的东方 他讲的是近东 如果以西方的 那个地中海史 我来看 地中海 然后呢 以色列这边是近东 然后好像有一块 在过去也是中东 我们叫远东 我们叫Far East 当然大战的时候 我们还叫远东战区 是Far East 那蒋伟园长是 远东战区的最高层次令 叫General visible 也就是远东战区 所以他这不是 那他谈到的大部分 都是文学上的 分色学没什么感觉 这本书 后来红到 我都觉得不知道什么道理 我后来买了 看了 因为要教书上去买 看了一半我就看不下去了 因为大部分都是我都不懂 都讲那些文学东西 跟我都干了 那这个西方人歧视东方人 这种事情 在我设计圈 这完全不是今天事 而不是只有西方人歧视东方人 所有人都歧视所有人 所有人歧视所有人 所有人歧视所有人 这些宋人 不是宋朝的人 是宋国的人 宋人是殷商人的后代 被封在宋的地方 封为之起的后代 因为周朝把人家灭了 以前中国人就这样 你灭人家国家 你还是要把人家留在后代 你不能把人家全灭了 满门操展 或者种族灭绝 那是中国人做不出来的事情 就把封为之起的封来宋 那这个在周朝的时候 因为周朝是把商朝给灭了嘛 所以就把这个商朝的后代 就讲成多笨多笨 守株带兔就是宋人的故事 这出现在孟子里面 然后这个亚苗助长也是宋人 所以孟子里面讲出 你说有一个人就好 你干嘛一定要讲宋人呢 那你想商朝的人 对夏朝的人有什么说法 夏的后代被封在起这个地方 你到现在马上用起开头的四个字成语 你马上就想到嘛 起人忧天嘛 对不对 所以商朝人就讽刺那些夏朝人 你看笨啊 怕天塌下来啊 哪里人 起人呢 那因为你不了解 起跟下的关系 宋跟商的关系 你当然就觉得这只是一个古人 这不是古人 这是最早的讽刺笑话 每个国家每个文化都有 美国人最常开玩笑的一些美后裔之华 波兰人 波兰人 然后在加拿大呢 有一个地方的人 是所有笑话都在那些人头上 那台湾我研究过台湾 台湾很奇怪 我找到一些资料 台湾没有一个地方 歧视另外一个地方的笑话 我觉得应该有 譬如说 闽南人跟客家人 一定有一些彼此不爽的地方的人 可是没有文献记载或者没有查现 也是好事了 但是我相信不会没有 回过头来 所以这种歧视的问题 其实不一定是殖民才有的 只是殖民把这个现象放得特别大 再加上我们的人类历史上 刚好有一段都是这种殖民的历史 被殖民国家就希望能够透过这种反思 让这个西方的世界能够认识到 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历史的压迫 这样 那这个 这是反向的 叫西方主义 我觉得这本书比较好看 真的 第一个比较薄 我这个看书 第一个重点是它厚跟薄 第二个看完你们收获很多 我觉得收获非常多 因为那个东方主义那本书 它的炫学 那个很多东西都你一定要看了书 看了小说 那是非常知识分子式的 这个呢 很多从报章杂志来的 是非常日常生活式的 讲到各个非西方国家 对于西方国家的这个 特别是美国的这种 这种歧视或这种仇恨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人家恨他 尤其美国人 所以他不懂911是怎么来的 今天刚好911 所以我们看故事都是一半 就是恐怖分子撞了两个塔 所以美国人要报复 恐怖分子为什么要撞那两个塔 我不是鼓励仇恨 我也不是鼓励仇恨 我告诉你故事有前面有后面 我们现在受到这西方媒体影响 当然都觉得阿拉伯人是 可能的恐怖分子居多 我碰到一个人 他在台湾开民宿 我说你开民宿什么人你都接吗 他说没有 我念社会学我才发现好可怕 我有些人我就是不敢接 我说为什么 他就是有歧视阿 他是那国人我就不喜欢阿 我就不要讲哪一国了 因为这个电视放出去不知道是怎么样 他就不喜欢阿 我想说对耶如果我开民宿 我会不会也不欢迎某些人 某些我没见过的 但是因为他的性别 因为他的族群 因为他的年龄 因为他的身体什么状况 我会不会就拒绝 我说你们可以拒绝吗 他说我可以找一个理由拒绝阿 他自己知道这个是歧视 但他还是超脱不了这个 各位如果开民宿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 我跟同学很诚实的对话 他说老师你应该也会 我说我相信我会 我相信我会 我们都不是圣人 所以你从这里可以 有的时候你不必 不必看很多书去反思自己的行为 你只知道这种现象很多 真的在世界上都存在 每个角落都存在 每个层次都存在 我以前碰过一个黑人同学 在哥大认识的黑人 他在台湾来当一个某个新闻社 那个时候在当新闻社的那个 美联社的记者 驻台湾记者 很早了 有天我在台大 看到他 我就叫他名字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我说你怎么来台湾 他说我娶了太太 他在旁边 我就聊了聊 就说他是黑人 美裔 就像什么非裔美人 对不对 Afro-American 我说你在台湾 你会不会觉得你受歧视还是黑人 他说没有 全世界只有台湾不歧视黑人 我说蛤 岳父对我很好 因为他认为我是美国人 我就觉得他岳父真的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我知道的很多人 还认为你是黑人 那对黑人很多人就觉得你不如白人 所以这种歧视真的日常生活里面 你有机会碰到你就会知道 这不是别人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这个可以让你反思一下 敌人眼中的西方 为什么那些反对美国的 反对欧美国家 到底在反什么 他们认为的西方是什么 还有他们的历史经验是什么 除了歧视以外 有些歧视 有些刻板印象 是有历史经验做基础的 所以这个我们当然希望在教育里面 都希望你透过学习能够改变这个 这样才有意义 不然念书干什么呢 念书强化我们的歧视吗 强化我们的偏见吗 这都不是教育该做的事情 当然很不幸的 在教育里面 你真的看到很多 这叫隐藏课程 老师可能嘴巴里面讲的是不歧视 嘴巴里面讲的是不没有偏见 可做出来都是歧视跟偏见 包括我现在讲的话 或我这堂课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别人的问题而已 好 那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 拍成电影了 叫马丁盖尔的归来 因为这个英文本我前两天才拿到 所以我本来只拍了一个中文本的 就是有一个家伙 就不见了 就马丁不见了 然后过一阵子 有一个人号称他就是马丁盖尔 他就回来了 那太太也说他就是 那时候也没身份证 没什么按指纹什么 那就是了 这是身份窃取的那个 后来等到他干嘛了 有一天真的马丁回来了 那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呢 你已经离开那么久了 这故事简单就是这样 简单讲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在法国流传很久的故事 这美国的这个学者 历史学家就把它写成了 考证了很多 不是随便幻想的 不是什么宫廷系 你看这一出 哎呦怎么这个人是好人 看这一出 哎呦怎么这个人是坏人 怎么就差那么大 这不是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书 书都能写的那么有趣 读书的趣是在这里 我都觉得应该以这为榜样 为什么大家把书弄的没趣 然后把书叫成那么无趣呢 何必呢 没有校长我们也要自立自强 那句实在是太冷了 真相就很难大白 因为已经没有真相问题了 只有李白还字太白 太跟大股子是一样 所以我后面写个冷 真的很冷 那这本书呢 是最近我才看到的书 很有意思 讲的都是很近代的事情 都是你在新闻上可以看到的事情 跟台湾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他讲的事情 你觉得好像跟台湾的事情 也差不多 所以这本书很好读 如果你想认识一下知识社会 你怎么去反思 你日常生活碰到的知识 新闻媒体给你的东西 这样 我觉得这个就不逊学 当然看你的兴趣 如果你兴趣在比较学术上面 你可能要看学术一点的书 如果你只希望对日常生活有了解 这本书我觉得是可以选择的一个 一个 不会让你看不懂的书 不会让你看不懂的书 我在社会学入门也指定这本书 让你看 让学生看 让你能够学会明辨是非 至少开始不要认为你接受到的东西就是 好 这是大章说明 我们接下来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大概这些期教些什么 每一周 因为我这个写的很详细 你会回去看 因为当初写的时候 就假定是在跟你讲话那样子写的 所以我们就看看下一页 9月11号就是今天 所以这些我刚刚都讲过了 这些并不是实录 这是预录 可是后来也不是这样 只有大清实录也可能是假的 好 9月18号 就是下礼拜 就第二周 所谓的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如果你有兴趣 你上我的课的好处是说 你自己要花多少时间 那自己的事情 你不花时间我也会教你 OK 所以我的课你可以 你的自由度很高 你可以就是来听的 听多少算多少的 那就是我没讲到你就没办法 那你也可以自己当成自己念的方式 这是我所谓的自学 就是在这样 你学问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靠老师 那你真的不必不必那个 那这个比较著名的一篇文章是1945年的 我们所有人都在前世 包括我 你们可能还前前世 这一篇叫Sociotic Knowledge的文章 这个文章非常重要 是因为它把大部分 知识社学的问题 都已经指明得非常清楚 而且还列了一个 它那时候叫做Paradigm的东西 这是在孔恩还没有出现 Paradigm那个字 还没被搞得那么乱的那个时代 当然这个时代是一个美好的古代 然后因为Merton 我跟他上过课 我修过他三个学期的课 我到美国以后就修他的课 修得我莫名其妙的 所以因为他有名啊 所以我也犯了这个毛病啊 就是你希望当有名老师的学生啊 但是学生有很多意思啊 一个是你只是坐在那儿的叫学生啊 一个是你真的能承接他的学问 那叫学生啊 坐在那儿那算什么呢 所以这个当然最大的好 好处啊 第一亲至大师 你真的知道大师教学跟你碰到的一般小师 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大师从来没有把课好好教完的 我所碰到大师没有什么 哎呀进度追进度的 那补习班上是有 大师从来不教完的 这是我在歌大学到的 因为他哪有空教完呢 他要讲的事情太多了 那时间容不下 所以都教不完 教不完的东西都让你自己念 所以大师不是教完你的人 这是我学到的一个教训 Mertens这个文章 也后来也有收到这个大陆的翻译里面 这社会理论的社会结构是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 那时候重要的概念都在这本书里面 Mertens的长处是他写文章 第一个都很炫学 可是都非常的清楚 他在所有的社会理论家里面 讲事情是数一数二清楚的人 脑子也非常清楚 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几岁 有点Parkinson 上课还要缺血糖 还要带一个糖果 然后讲话的时候常常会抖 最有趣的是他办公室就在我们上课的隔壁 他讲到一半就说等一下 然后就跑到外面隔壁去把书拿来 说我在1945年的时候 就曾经在那个角柱里面说过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人都这样 所以他这文章也收到别的很多文章里面 所以虽然旧 但是他更古迷新 你大概要研究知识学 不可能逃过这个 所以我们下礼拜会讲过这个 然后这个Bernard Barber老师 我也上过他的课 他这个篇文章 就一个学期只上那篇文章 后来我们大家都发现那篇文章 他上课是极度的无聊 人极度的nice 所以你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 对那么好的老师 你要逃课吗 这就是很大的挣扎 后来还是逃了 反正的挣扎是那一刹那之间 逃吧 他反正是个好人 就逃了 所以我后来也承受这个宿命 我想我都做这种事了 对吧 那也许 就我个人里面也有人跟我有同样的挣扎 那我能怎样呢 我就跟Barber老师一样 变得非常的nice 那其他的文章 我不一定完全念过 都有一些文章在讲知识学该怎么样 该怎么样 这事情很容易啊 那你真的能不能贯彻一个学期的课啊 这比较难啊 如果你只是念什么几篇文章 然后就混一个学期 这也是可以做到的 像我这花那么多时间搞一个学期 那我不讲课你绝对没办法 而且我也不是一次念完的 不要忘掉 我三十几年来才敢开这本课 放在网路上 这不是说我第一年我就敢放上去 所以我会介绍 然后第二周 第三周 对不起 是介绍Mark Schiller Mark Schiller 为什么先介绍他 因为他的出生年月日比Carl Manheim早一点 我这个人是非常尊重 尊重伦理秩序的 但是呢 这个一般知识社会学 他的做法 后面的社会学家没有人做的 那他的有些做法 是根据孔德的想法而来的 孔德在他之前大概五六十年以上 所以你不读孔德 你很多人你不知道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是Mark Schiller 好再往那个书名 他的最有名的书 你刚看书名 当然觉得这能逃掉吗 叫知识社会学的问题 Problems of a Sociological Knowledge 但这是他独门的学问 你知道吗 不要以为这个东西 后来有人都这么做 没有就他这么做 他做完以后 没有人跟着做的 没有人跟着做 这知识社会学很怪就是这样 他创了一个门派 你就哇 学完学 跟不上嘛 这个东西还能做什么呢 很多理论 你很难找到追随者 是因为没什么好追随的 要不然就无趣 要不然学生 老师能力才强 学生跟不上 要不然 所以这个要找追随者 是非常非常非常 在思想上非常困难的 你常常看一百年来 有些人只是 冒出了几个人 所以我们当代 你觉得好像很多老师很重要 很多老师很怎么样 有的会历史证明过眼云烟 谁会不知道 像我的八门课 到底能不能流传久远 只要没有地球磁场 没有太大转变 电磁都在 我的课就在网络上 我死了千年万年 可能都还在网络上 一臭万年如果不好 如果好 就是百万事流芳 我到现在都还可以收到 读者来信 感谢我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 我的课给了他安慰 还有有的学生 嘴多甜啊 这种学生 真的是会让我得糖尿病 说老师 我想念你的时候 我就上网去看你的课 我今天还 跟一个写信给我的 我没见过面的一个大陆学生 在美国念书的 他有情感问题 他写email给我 我就赶快给他我的微信号 我说你 你这个事情赶快吧 然后加我微信 我们今天早上就连着就上 连着就上 我说今天我没空 12小时之后 或者24小时之后 你打电话给我 就这样联络上 所以我回家要接电话 他说我没想到你会回信 我说我也没想到你会来信 来信就要回啊 算老师你真有时间 时间真的是人可以控制的 我也可以不回啊 每一天只要有那个人来问我 能不能加签 我每一封信都回 所以算老师你那么有时间啊 我有事情我不做啊 这种事情我得做啊 学生不懂要问我 学生很着急怕选不到课问我 虽然我虽然回答他 他可能不一定选我的课 但是这是我的责任啊 你知道吗 我们当老师某种程度 我是信奉一个观念的 各位要记住啊 一日为师终身服务 听起来像修电器的对吧 好 所以这个知识学问题 我会做一个整理 那其他相关的译本我就不说了 你有兴趣你去看 这样子 好我们到下一周 那还有一些相关二手文献 那还有一些相关二手文献 我都收集很完整啊 所以你自己要自修 这至少都是一个入门砖 当然有一些新的东西 我可能来不及收入啊 你就可以自己增补了 第二个是卡尔曼海 这是一个德国人啊 好 往下一言 因为这边刚好挡住那个 那个要有文章资料的地方 好 这里 对 卡尔曼海 有一篇文章也是讲 Problem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那他的最著名的书 当然叫做这个 《意识形态乌托邦》 Utopia and Ideology and Utopia Utopia这个字 我一直非常喜欢这个字 中文通常翻成乌托邦 我觉得这是一个 去头皮穴的洗法经的 非常好的一个名字 Utopia Utopia 请用Utopia洗法经 你马上就想到Utopia 对吧 翻成乌托邦就那个 Utopia 这本书有一个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版本问题很重要 这本书在德文出版的时候 只有三个部分 谈论三个主题 后来1936年 1929年 夸号里面的是 这个原始出版年代 为什么我很重视这个 这是原始德文出版年代 纳粹还没上台 可是那时候的学术风气 已经起来了 很多事情都是山雨欲来 封满楼 或者像易经说的 吕霜兼兵制 你有一点历史知识 历史智慧的人 你就知道这事情发生 后面就会跟着来 躲不掉的 像纳粹会上台的事情 现在我们从后见之明来看 那是很明确的事情 是德国人民的选择 这谁也逃不掉 这不是什么他发疯了 然后其他人就跟着他 其他人当然是拥护他的 希特勒不是德国人 希特勒是奥地利人 他原来学画 如果他当初画出名了 人类的历史就不一样了 所以要尊重所有的画家 知道吗 就像毛泽东 如果当时让他当图馆馆长 中国历史也就不一样了 有很多事情你知道吗 就让那些年轻人好好摘回 别让他养成愤愤之心 那就麻烦了 希特勒就是这样 好吧 他原来只有三章 然后到了1936年 这个二次大战 对西洋人还没开始 中国918 东北早就沦陷了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说抗战不是八年 要从918开始算 那你要不要把中日甲午战争算上啊 那抗战五十年 那才能把台湾搞进去吗 对吧 台湾才能变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啊 对吧 918的甲午战争 台湾就不见了 就收复国土啊 照道理史观应该是这样的 怎么会从哪一年开始抗战 那轮动日本的台湾算什么呢 亚西亚的孤儿吗 你要了解这种史观的不同 会造成有些人感受不好 那918的时候 东北人已经没有了故乡 那你说还没抗战 那我东北人已经没故乡 我们东北人是不是中国人啊 这个情绪 在我们现在讲的是云淡风轻啊 在当时 你想你没有了故乡 那种感触 国家不能保护你的那种悲哀 是很可怕的 是很可怕 最近你是在日本 然后这个出了问题 结果你的大使馆的人没来接你 别人的人来接你了 你不觉得国家 这 就是这时候才碰得上用途吗 了解这种 那个当下的那种感触吗 我不是要批评谁 各位不要忘掉 我真的无意要批评谁 所以ideology utopia 到了美国以后 很多人不知道 我的情况不是你美国 你德国情况跟我美国情况不一样啊 那这样吧 你要不要在前面加一点什么 为美国人写的第一张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五张版的 这个ideology utopia 第一张是为美国读者写的 然后最后一张呢 最后一张是从卡拉曼海在一个 一个手册里面写的 知识社会学的一个 导论的文章 把它摆在最后 所以在美国版本就变成五张 二次大战以后 这本书在德国也很红 所以又把原来的三张本 就变成后来的五张本 就把原来用英文写的 再还原成 再改译成德文 再变成五张本 所以现在全世界看到的ideology utopia 只要不是1929年版 都是五张本 五个chapters 原来只有三个chapters 然后听说不太一样 但是中国大陆现在有两个译本 两个译本都是根据英文译的 都是根据英文译的 这个除了意识形态 乌鲁帮2000年的这本 来下一页的 然后另外这个是2001年 都是根据英文译的 大陆有好手能够译 还有这个英汉对照 这边有个名字 我也不知道那是真的译者还是假的 所以应该三个 我刚刚讲错了 那台湾呢 最早有一个 这是中国49年以前的社会 叫李安宅 他是1944年 这个呢 只翻译了前面第一张 好像还有最后一张 那就是中间呢 原本的那个主体不见 然后这个呢 一本就张明贵 后来变成知识社会学这本书 那也是只有前面一张跟后面一张 因为中间那几张不太容易懂 因为没有那个当下的背景 你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 像各位现在 台湾的政坛上很多事情 你都知道 谁是谁你知道 过十年有些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谁了 跟你讲的时候 你可能查Google都查不到 这个游戏变化 这个游戏变化 讯息变化那么快 像我现在教书31年 我好歹可以医老卖老 所以有些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还有些老师的成长过程 我都记得很清楚 你们现在的英雄啊 你们现在的谁 谁当初跟谁 然后说老师你怎么记得他 我说我记得他恋爱故事啊 哈哈哈哈 所以很多人很怕我 有一个人就跟我开玩笑说 孙老师你家要写回忆录啊 我说我写回忆录就赚钱了 一定有人来送钱说 孙老师你可不可以不要写我那段 孙老师你可不可以不要写我那段 可不可以改写哪一段 我就光说我要写就可以赚钱 对吧 当然我的回忆录 我说我要定名叫做 一个老年痴呆症的回忆录 我都写老年痴呆了 所以讲的东西我就不负责任了 我讲的东西都不是真的 都是我觉得应该发生 但是有没有发生我不知道 我痴呆了嘛 你难怪我吗 对吧 这样我就可以有免责权 懂吗 书的第一页写 所有的故事都是我老年痴呆的时候 的想象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电影不都这样写的吗 我就完全不负责任 所以然后名字都用假名 取一些像日本的名字 或者像动脉里面的名字 那当然这个Carmelman 还有很多文章下一页 这篇文章是讲Intelligentsia Intelligentsia这字原来是俄文 主要讲是知识分子 有人不喜欢用Intellectual的字 反正有些人要不要用力 他就告诉你用这个字不好 因为这个字字意太窄 要最好用这个字 像余音师先生我刚刚说的 知识分子他原来都用了 后来就改成知识人 所以分子呢 是常常是被人家打击的 他要改成知识人 就是变成知识人 那这里呢是用知识阶层 你看这个翻译 我觉得你大概知道意思就可以了 这都有时代的影子在里面 所以翻译一个字 其实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 而是那个 我们从知识学来看 通常夹带那个时代的氛围 所以你一旦了解那时代氛围 你看到那个字你就知道 我跟各位的时代差很多 我讲话说我是中国人 这跟你们现在讲你是中国人 意义不太一样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 我们是中国人这件事情 那你们这一代人可能被交代 你们从来没有怀疑过 你们是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这个问题 我们以前是中国人 台湾人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你们现在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才是一个选择 我因为经过戒严时期 所以我到中国大陆去呢 感觉很亲切 跟我所熟悉的某个时代是很像的 那你们就会觉得 不一样 我看到同的地方 都会比我看到异的地方多 还有我个人的个性 因为我是一个不太爱冲突的人 我也是尽量与人为善的人 我有我的立场 但我尽量与人为善 所以我看很多事情 很多人不喜欢什么 都尽量能够看到别人的长处 我也鼓励我们去看到别人的长处 所以这是 有时候是个人个性的问题 有时候是时代的问题 我自己学知识社会学 对这个反省就特别多 还有的是用词用字的问题 像讲中国人这个事情 就是人觉得 你怎么会是中国人 或你怎么不是中国人 就在现在两岸 有些人 听问这个问题 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 好 所以这个 卡尔曼海 那二手文章里面 有很多这种有关他的 但这个二手文章 大概就看了前面的东西 你在没有知识的时候 你看二手文章 帮助你很大 等你真正读过原点以后 你看二手文章 你都觉得 啊 讲什么呢 就他看完了 他看完了 把他懂得写出来 他不懂得全都遮掉了 你们写论文也是这样啊 所以天下文章不是一大抄啊 天下文章通常是一大片啊 你把你懂得写出来 这也是常见 你不懂得你怎么写呢 所以我刚刚不是告诉你 你读出心得 我建议你写你不懂的东西 然后去找你为什么不懂 把不懂的根源挖出来 也许对懂就容易一点 你讲懂的东西 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懂啊 你就看了就懂了 那你应该说 你为什么不懂啊 一句话在那里 你为什么不懂 这个人你不认识 上网去查 你现在你们很方便 是不是就能懂呢 然后再不懂呢 查这个事件 是不是就能懂呢 这个懂的层次 你如果都不做 你当然不懂 如果你做了什么还不懂 那你这个懂的层次 不懂的层次就不一样啊 各位能够坐在这里 你的天资一定不差的 不管你从哪里来 虽然很多人不进台大 对台大有很多很奇怪的幻想 还包括有些人认为 他连台大都没练过 怎么能当校长呢 你没想人家台大没练过 能当校长 你这个台大念过的 没当校长 你就该去切副啊 不是吗 真是奇怪的人 这个很多都还有综艺本 但综艺本 我先跟各位讲 不一定对你有帮助 还有这个 黄尔奇老师 写了一些这个二手书 你如果看得懂 你去看 看完你觉得可以帮 不过都很早啊 别看了 这1982年 然后这2000年 这个2000年 这2000年这本 应该是从1982年这本 然后再改头换面 或者加一些新资料 通常一个人不太可能 在几年之内 增加很多新的知识 这个你只要一对照之下就知道 我个人是非常反对 旧书新出 然后换名字的 我觉得这样是骗老百姓的钱 譬如说 这只是举例 他应该名字还是一样 然后告诉你这是原来那本书 所以你有原来那本书 两页不一样 就他新的序 内容完全一样 很贵耶 我觉得好歹你卖我那个序嘛 四块钱嘛 一页两块钱嘛 对不对 好 我生气得要死 好 那这个是翻译的书的翻译 好 接下来 这个你看都有人写这个吗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 我都建议你 既然到了研究生阶段 就不必看二手书了 看二手书没什么太大帮助 这个对你日常生活也没帮助 你如果要写论文 看看二手书 那当然有点用处 二手书就像香烟一样 应该都用警语广告 这种书看多了 对你健康不好 思想健康不好 因为你开始 就会顺着他的路子去想 而不会用你自己的路子去想 我觉得我们在中华文化的教育里面 都是让你顺着别人去想 很少让你去主动创造自己的想法 你只有看书 看书看不懂 看不懂就激发你要想去懂 想去超越 所以你一旦超越就可能 第一个人家早讲过 第二个没有人讲过 我为什么土耳干自杀有几种这东西 我能够发现 我刚开始说不相信啊 我又不懂法文 怎么会是我发现的呢 因为我认真去看书 答案就只有这一个 Giddens那种1971年的书 他就没好好看啊 他真的没好好看书 那本书到现在都没有修订 都没有修订 1971年没有修订 那不是老不死吗 这当然跟我们日常中不一样 我今天还看了一个人在车站见面上 哎呀你越来越年轻了 这样神经病 你约翰班杰明巴顿嘛 越来越年轻怎么是一件好事呢 你就啊这本书真的是 但是越来越年轻了 你就应该增加新的知识啊 曼海姆这东西也是一样 你应该增加新的 比如说有没有考虑到后来 其他人研究曼海姆的成果 你应该加进去啊 这以下呢就是社会世界上 融入知识社会学的问题 我们会讲几个人 好就是第一个 就中国古代的知识观 那这个就是要大致告诉你 中国古代比较没有系统的知识观有哪些 我会特别强调语言的问题 中国人怎么样从什么看出你讲的话 你要是怎么样的人 就会讲出什么样的话 怎么样会讲出什么 《易经》里面也有 《梦子》里面也有 然后这些有什么 中国认识论大纲 这通常是比较从哲学的立场 我当然不会讲到那么哲学啦 我自己也没那个能力 另外一个当然跟所谓的知识分子 或知识人有关的就是 卢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有一些人的解答 包括胡适啊朋友来 他都在讨论那个问题 那我不从那个入手 我就告诉你 《循子》里面怎么看 《理记》里面怎么看《如》这个事情 我们直接从原点去看 会比那个更精彩 当然我们不可能像他论述那么详细 我还是强调 我不是要使那些人的二手牙灰 我只是说我们从这里面 能看到什么新的东西 那《列子》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有很多呢跟我们现在的知识有关 我就记得有一个故事 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就说有一个种地的人 他有一个邻居 每天跟他打招呼 他也每天跟他打招呼 就哇真是好邻居啊 就打招呼 有一天呢 他的工具不见了 种地的工具不见了 怎么也找不到 他就觉得一定是那家伙偷的 本来的方理员里外 只有我们两家人 不是他偷的东西 谁偷的呢 就那个人还每天早上跟他打招呼 反正隔得很远也没远 他怎么看都觉得 这是偷人家东西的人打招呼的方式 怎么看都是 等到后来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工具 再怎么看那个人 又都是一般的打招呼 那家伙真的非常无辜啊 所以你走到街上 有人忽然恨你 你也不要太难过 那是他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啊 只是他拿刀子杀过来的时候 你要躲啊 那个杀错人的 也常有人在 所以列子里面充满了这种 非常有现在社会心理学意义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蛮值得去了解的 因为这个对知识社会的了解是有帮助 我们很多人的日常生活的教训 不是透过这种高深的学问 而是透过这种经验 这种经验啊 好 那那个接下来 这个周就不一定按照那个了 接下来是西方的柏拉图的 柏拉图的呢 就有几个他所谓的idea 我们现在叫做idea 在柏拉图的意义不太一样 那他这个原来的中文翻译 有的就直接翻成理念 那有研究这个柏拉图的中国学者 有人认为要翻成像 就这个字 好 那这个我到时候会讲一下 他认为我们认识的世界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 只是一个copy的世界 真正的原本的世界在一个地方 非常完美的 和idols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的idea 就是从那里copy过来的东西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没有这个的话 你就不知道有一个知识 所以后来基督宗教出来的时候 就跟这个就很容易结合 所以就有一个所谓的 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 认为上帝是最圆满的 你讲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上帝啊 那中国人不相信有这个东西 中国人的天地观 没有上帝创造人这件事情 在《易经》里面的序挂 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一开始就有天地 天地怎么来的 不问 存而不论 所以我们没有这种神的观念 天地万物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到人间世界这样 柏拉图之外 亚里士多的事情 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了 那中国大陆柏拉图 亚里士多都有全集了 那柏拉图 那个亚里士多这部分 就是这个四因说 它知识的起源 另外还有一个 这些旗有稍微增加一点 就是它的范畴的概念 Category 什么叫Category Category就是我们人去认识 外在世界的时候的 基本的东西 就一个用什么 基本的框架去认识外在世界 比如我们看一个东西 会看到它的量 会看到它的值 会看到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量化 直化 我们现在社会可以用的很多东西 都直基于柏拉图 不是 亚里士多的这个范畴的概念 然后后来再有名的人 就是康德又把范畴概念再扩张 所以那个后来社会学里面 如果学理论有人说 新康德主义 基本上就是我们对外在世界认知 是有个先天的架构的 有些人认为是这样 那有些人认为不是的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后面有些争议是这个 所以范畴要先讲一下 大概是什么东西 那亚里士多有十大范畴理论 好 再往下 培根 培根 看到就肚子饿了 对吧 Francis Bacon 我说这个西方人真的是 吃东西都不健康 要不然吃培根 要不然吃猪脚 Degas 迪卡尔 念Degas 你不是迪卡吗 你不觉得这个培根 你们都很喜欢吃培根吗 年轻人谁不到那种店去吃 叫新工具 为什么叫新工具 因为亚里士多写的书叫工具 所以他新工具 那他新工具什么时候呢 那1620年 这个新工具 是不要生锈到什么地步了 新工具 这很有趣的书 你不要小看这个新工具 表示在中古的时候 他要改变了 这时候他追求的是 世界上要找到的 Laws 定律 这在摄像史上是一个非常 所以他很强调 要怎么样发现那个Laws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 牛顿力学三大定律 跟他有关系 然后他还建构了一套知识的蓝图 知识要怎么分类 好 再往下 就学问的增进在这 那这个有些译本 是比较旧的 有一个新译本 我忘了加进来 好 那接下来迪卡尔 迪卡尔呢 这个 这个S不发音 所以念 不是Descartes Degas 然后那个迪卡尔的形容词 把这个Des去掉 叫Cartesian 所以有的书叫Cartesian Meditation 就是迪卡尔式的沉思 就没有D 你说奇怪 这不是迪卡尔吗 D跑哪去了 怎么叫Cartesian 西方是这样的 就先跟各位讲 然后这个 他有那个方法论的沉思 讲到第一哲学的问题 就是最先最先的东西 有些基础知识是什么 我当然不是讲 我思故我在啦 不是讲那个 因为他有讲到一些方法的规则 这方法的规则 后来 托尔干比尔 有些方法的规则吗 为什么都要规则呢 所以这个迪卡尔很重要 那你一般的思想 比如说迪卡尔是西方 身心二元论的创始人 这个相对而言都不太重要 我觉得重要的就是 他那个对于方法的想法 怎么影响到 后来的西方的自然 社会科学的东西 所以这里 有一些他对第一哲学的沉思 什么的这样 这是Meditation 不是Mediation 好 再往下 所以迪卡尔的东西翻译很多 这个志文出版社 是我们当时 大概唯一能接受到西方的 但他那时候的翻译都很不完整 那时候的程度也不太好 所以你现在能看 尽量不要看清朝文库的 尽量看别人翻译的 但我们那时候是不得已 好 往下 然后这个古典学理论中 我们会先介绍孔德 好 往下 孔德他有对于知识的分类 还有所谓三阶段说 这个都影响到那个 Mark Scheller 所以你要不看孔德 你不知道他在Mark Scheller之前 我们只是因为知识社会学 先把那两个人先讲 然后后来按照顺序讲 然后这些 那个知识社会学 都还没出现 然后还有他对于 那个知识层级的看法 还有他的所谓的历史唯物论 他的历史唯物论 我觉得讲的比马克思更尔是好 但是因为他还是孔德 所以没有人理他 我还是告诉你他讲的有多好 因为我也写了一本书 主要是这个 好 接下来 你看我这个是我的升等论文 1993年 爱秩序进步 目前绝版中 如果你能在二日所书店找到 恭喜你 好 马克思恩格斯那就不用讲了 因为这是两个人 我每次都要强调这是两个人 因为很多人只提到马克思 就以为恩格斯是不重要的人 我在一本书里面特别说 他的不重要都是假的 就算他自己牵称他不重要 他都很重要 他说我跟马克思出了这句话 什么都讲过 那刚好就出了那句话 什么都没讲过 我有证明 我的那本书就要证明这件事情 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讲的话 尤其这些越有名的人 你越要去查队 他讲的跟他做的是不是一样 大部分人都觉得他有名 他每句话都是金言 我们就知道知识社会学 你应该学到对知识 你要抱有基本的了解跟怀疑 好 那这个意识形态 得意识形态 你要找全译本 那你找全译本呢 你只要看序就好了 你不必看证文 看证文你的脑子会坏掉 看完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 然后脑子不坏掉者 激稀 因为他们两个人 基本上那时候也不清不楚 不知道在写什么 所以很多人就从里面抓到 可以理解的东西 你自己去看 你不相信你自己去看 就像你看1844年金学者的手稿 我从来不指定那本书 因为我觉得那本书是可以不要看的 为什么 我写了一本书告诉你为什么 我简单地讲 1844年金学者的手稿 别忘了 看它名字叫手稿 手稿就是我没有要发表的东西 那后来因为我太伟大了 所以大家都认为 我所写的每个东西都很重要 有些你在网络上发表 有些是你的屁话 那有些是你很正经讲的话 请问两个一样重要吗 手稿所讲的东西就是 还没有想通的东西 所以我在那边想 在那边想 然后这样写 等到想通了 我当然写在我出版的书里面 刚好他出版的那本书 没有人看 因为那本书看起来像神经病写的 叫神圣家族 在神圣家族里面 他已经把他所思考的问题的答案 都写出来了 所以你干嘛看那个写不通的呢 我教书教三十一年 几乎都看到学生在念这本书 念这篇文章 念到每一个发疯 策研所的学生 每一个人都要念这篇文章 十个人念 有九点五个人不懂 有一次我去上课 下课 老师 你终身服务 我说什么意思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184首稿要怎么念 我已经念了三遍都没念懂 我说你从倒数第六段开始念 蛤 我说前面就是他还没想清楚 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不要念 这不是说里面前面最重要吗 我说那你念了三遍都念不懂 念三遍都念 你念几遍都念不懂 那最重要跟你没关 从倒数第五段第六段念起 你有没有书 有 我说来一个一次念给我听 我说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对是这样 好 我现在怎么样 我说怎么不念了呢 老师他写手稿断了 我说对啊 那是什么意思 我说最重要的东西 他已经理清了 就在别的地方了 你就要找那个接住的地方 好 到时候给你们说 所以我有很多我的独门绝招 我有证据的 不是我为了标新利益告谁 所以浪费很多时间 在这个教学上面 让你读一些你读不懂的东西 然后除了打击你以外 还有什么功能呢 你为什么要读不懂的东西呢 让你谦虚 谦卑谦卑再谦卑 我觉得这就是教学上最大的问题 这是社会学的败笔 我们为什么不能教人家懂的东西 要教人家不懂的东西 然后老师呢 最大的权威就是 你都没读懂 你还来问我 然后我会把马克思那个诗分开看 好 那当然那个 还有所谓的手稿的问题 或那个大纲的问题 因为 英文都用德文的原名叫Grundris 所以叫大纲 那中文的翻译就是 经济学手稿 大纲 其实Grundris就是大纲的意思 这个大纲呢 其实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念 其实没有太大必要 因为那也是他没想清楚的东西 那是资本人的手稿 没好好想清楚 可是里面呢 可以找到什么 历史无论的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你看到那种披荆斩棘 你早已经是满身伤口了 我套一句英文话 Been there done that 所以我才觉得不需要花那个时间做那个事情 我都会证明给你看的 好 接下来 那恩格斯 其实是马克思恩格斯里面 恩格斯讲得最清楚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实际 这个 这个就先不要讲了 洛威波拉巴5月18日 还有他的书信很重要 就他在书信里面解释了很多他们的历史无论的东西 但是呢 那时候的书信跟现在Facebook不一样 现在Facebook你可以大家看 有的朋友看得到 书信谁看得到 所以书信是不是有一个功能 是要糊弄你的朋友啊 我如果要把我的想法跟大家说 我为什么不公开写 我干嘛写一封信给你 那时候的信也不会公开的 除非叫公开信 各位没有想到这个吗 我今天写信给你 告诉你不要跟别人讲 你认为你真的就不跟别人讲 还是 那是我们两个关系啊 古代不是这样吗 如果我有一个伟大的发明 我干嘛只写信给你呢 我不就这一篇文章就出来了 他们缺少发表的原地吗 所以在这里面 有很多听起来像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的东西 我个人的怀疑 是那是糊弄你的 所以我才私下写信给你 这叫什么 在大街上骂人 在小巷里面道歉 我到时候证明给你看 你要道歉 为什么不公开道歉呢 所以现在看台湾的时事有个好处 就常常能够了解 原来学术界也是这样子的 只是方向不一样 好 往下 那这个当然都收在选集里面 选集四本就已经看不完 人家看全集了 真的是开玩笑 再往下了 其他我就 我写了 我其实写了两本 那时候只写了这 真的只列了这一本 好Paretto Paretto现在很多人也不讲了 那它里面 其实是很多知识社会学的东西在里面 也有结译本 好 再往下 接下来土耳干 土耳干的知识社会学 大概就在他这个 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的 你看第一章第二章 跟最后一章就可以了 还有再往下 还有他的那个原始分类 原始分类是他的外甥 他是他舅舅 和谐的原始分类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很长 所以后来有大陆有翻译出来 但这篇文章呢 显示出土耳干的这种无知跟荒谬 所以这篇文章需要看的重要原因 就是你看出它有多少错误 这篇文章不是告诉你它多对 因为在英文本的这个翻译者 Rodney Linnum 他写了一篇序 跟正文一样长 跟正文一样长的一篇序 这才变成一本小书 中国大陆这篇原始分类的书很小 他有没有把序翻出来我不记得了 然后这个序里面千言万语 就告诉你说他犯了什么错误 他犯了什么错误 最后结论说 可是这还是一本值得念的书 他有一些启发 就是怎么样 为什么这个历史的进展是这样 如果你看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他也有讲到社会的进展 分成几个阶段什么之类的 只是那个阶段没有有机连代 机械连代这么好记 所以大部分人就跳过了那不好记的 讲得比较清楚的 在那个社会学方法的规则里面 那这个是程序的社会学方法规则里面的一些东西 那这里面因为有讲到中国的东西 所以这个会被重视是这样子的 好 这个是Zmail Zmail是我最喜欢的社会学家 我现在马克思写两本 托尔干写两本 韦伯第二本 因为最近有点事没写 然后接下来我希望能够写完Zmail的书 Zmail的社会学 那里面讲到他的文章很短 讲到知识 真理 这Falsehood可以翻成错误或什么 Human relation 这以前没有人注意过这个问题 他注意的这个问题 好 再往下 Max Weber Max Weber的知识社会学 那这个因为这个基督宗教论 基督新教论跟资本主义精神这个书 德文原来没有太大问题 经过翻译以后问题就不断 所以现在英译本有两个 有一个英译本称霸了多少年 这样啊 然后其中还有那个序 因为Parsons不红了 红的人就是Giddens 所以Giddens就写了一个长的导言 那个导言呢 真的是炫学啊 然后讲了一个 人家都不知道答案 他说他知道了 他说那句话呢 出自于哥德 然后后来就有人写信给他 说哥德哪一本书啊 在一个杂志里面 有一个人就写 美国一个人说 我曾经写信给他 他说 我再找找 我再找找 然后从此就没有回信 那个就乱写的 你 人家都没发现 你说你发现 你就把出处写出来 出处写不出来 Giddens的那个序 就写不出来 所以这个 大部分人不会这样看这个笑话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浪德国际虚名 真的浪德国际虚名 他真的没有那么好 好 接下来 当然很多人听我这个就觉得 你很酸啊 你跟Serena Williams 一样吗 没拿到冠冠军 你去那边摔球拍吗 好 这边有很多版本 我就暂时先不讲 就先跳过去 你看我下一本书要写这个 中文版好像就有19个版本 还多少呢 我好像每一本都有 好吧 这里面还有没有最新的 好 那这个当代里面就有Parsons Parsons有一篇文章 讲到他的那个理论 讲到这个idea idea的问题 还讲到这个 他如何研究知识社会学的问题 因为一般人已经不太谈Parsons 你们现在教学 当代社会学理论 我不知道还有几个老师能教Parsons 因为不喜欢他的人都没念过他的书 所以他不教 他就告诉你他不重要 他不敢说因为老师没念过 那你们也相信嘛 老师都说了 他不重要 我以前教的时候就说 老师人家已经都不教 为什么你教 我说因为我念过 OK 那不教的 你看问他怎么问我呢 很多人都问错问题 是因为你敢问我 所以你问我 大师你就不敢问他 大师没念过 没念过他就告诉你不重要啊 你还相信这话吗 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吃 诚实的人告诉你 对不起我没吃过 对不对 而不能说这东西不好吃 我跟你讲 那你吃过吗 没吃过 我看了就觉得不好吃 这话你也会信吗 这假如你不信 读书你就更不应该信任何一个 所谓大师级的人物啊 他念过他讲得出道理 他念过他不喜欢 你得有自己的判断 就因为你喜欢的人 他不那个你就不那个 你到底是在追星呢 你是在研究学问啊 我觉得这要搞清楚啊 来接下来 Parsons之外 Merton我们已经上过一些 但是我们会讲他其他的几个部分 很有趣的日常生活的东西 来往下 就看这个文章 除了这篇文章 我们在前面讲 另外一个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这个字是他发明的 社会学家里面 发明这个日常用语的 他这个一个 另外一个呢 是Houser Robert Houser 他发明一个字叫 Zero population growth 变成英文的日常智慧 就人口零成长 我们现在 台湾的社会学家 不要讲台湾 中国的社会学家 任何地方是 有谁发明一个智慧 变成日常的生活一部分 他有一个地方讲 Insider 跟Outsider 然后有一个地方讲 Socially expected duration 讲时间 时间 一般人认为 这不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人跟时间的关系 我们社会怎么安排时间 比如这堂课 为什么是三小时 我们认为什么在三小时 绝对一次三学分的课 我哥大的课 是一小时五十分钟三学分 我们这边又便宜 然后又大碗 然后难道我们学到了更多吗 难道哥大是骗人的吗 难道哈佛大学是骗人的吗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 学三小时 三学分之外 要教三小时 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你知道人的那个attention span 能有三小时吗 所以不能 你最后的时间都是浪费掉的嘛 然后你累了 然后老师在那边夸夸而谈 我今天还谈的是正事啊 如果我就开始骂人了 开始讲选举了 这个在很多课 老师当然都会这样讲 对不对 好 再往下 那George Herbert Mead 就只要多叫 你们叫通常翻成象征互动论 和符号互动论 我觉得Symbol这个字 既然能翻成符号跟象征 为什么不翻成一个字叫符象呢 而且很符象 干嘛 我们一定要把它翻成象征或符号呢 就符象就好了嘛 好 他讲自我理论呢 然后其中他其实有讲到significant symbols 讲到这个符号的问题 讲到这个自我是怎么起来的 这两篇文章都比他的书要来的重要 现在大部分人都读他那本叫做Mind Self and Society 那其实是一个极大错误 不要读不是他写的书 那是学生笔记整理出来的书 那两本书还有一些错误在里面 我以前就读那书 不如他这篇文章清楚啊 学生整理的 你们当学生你知道 有的时候 你有没有认真听 你都不知道 老师讲的yes or no 刚好相反 你可能都记错 然后到时候说是老师说的 很不幸的社会学里面 或者学术事项里面 常常有些书是学生整理出来的 然后因为学生整理出来的容易懂 比老师平常的书还容易懂 那是老师写的吗 Mark Swaybe 的社会经济史 超级容易懂 清楚得很 一二三十五 那是他写的书吗 可是他容易懂啊 所以你就把它当成他写的书啊 哪有那么容易懂的书 那我还不会 我一看就懂 那你为什么其他书你都看不懂啊 所以那个社会经济史 很多人很喜欢那本书 觉得要强力推荐 我说你可以推荐 他只是一本好懂的书 但不是Mark Swaybe 写的 是如果你研究别人 托Mark Swaybe 之名写的书啊 好那接下来Mills Siri Mills呢 是很多人的英雄 因为大部分人在我们那时代 学社会学社会学 都读了他的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所以这社会学想像 他在我们那个 各大的那个401 那个研讨室有照片 我们叫做 Whole of Fames 名人堂 各大教育的老师很有名的 我们所有的学生 全世界去的学生 所有人都认识Siri Mills 其他没有人是共同认识的 只有Siri Mills 我们一眼就认出来是他 然后我们的老师都觉得非常不屑这样 这种人你们也 江湖上这种事情非常多 我告诉你 所以后来出了两本传记 我就开始看了传记 没有几个人对他有好话 其他就不讲 我做了很多他的笔记 你看他39年写的 旅言逻辑跟文化 讲到situated action situated knowledge 是这个Haraway所用的词 这女性主义者 就situated的啊 很多都是有根源的啊 然后这个讲 situated knowledge 的methodological consequences啊 都在一九四几年 professional ideologist sociopathologist 这是很早的时候说 这些社会病理学家 其实都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原因 去看这个社会啊 我们都有啊 谁也逃不掉啊 往下 好那当代社会理论的啊 然后第一个要介绍就是Schutz Schutz是所谓社会现象学派的 很多人知道我念书时候是叶齐正老师介绍 但是看不到他的书啊 所以看了一些二手文章 后来看了他的书 觉得帮助很大 像这个叫well informed citizen 或者common sense 跟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action 这边特别告诉你 尝试对于人类行为 跟科学的解释有什么样不同 那他真的没有解释 没有讲得很好 我就讲得很好 后来是后来garfinco 强调着symbol reality 跟society的关系 那这个因为都有译本啊 那现在还有大陆译本啊 所以我好像没有写进去 我就写的是台湾译本这样啊 好 然后burgan lukeman 刚刚那本书也讲过了 好再往下 好还有garfinco 这不是唱歌的garfinco 那他这个叫熟名方法学派 大陆有的叫常名什么 有不同的翻译啊 那这个字呢 你问一般美国人他也不会懂的啦 这个字是他搞怪发现的 这个人在原来没有google的时候 你找不到他的照片 那么有名的社会学家 没出过几篇文章 这要在台湾早就被解聘了 台大绝对不会聘这种 清大也不会聘这种人 可是他就是一本书 行骗天下 刚开始后来当然有别的 他的影响力 在英国哲学界 比在社会学界来的大 他只有写 这本书最有名叫studies in ethno methodology 他说他发明这个名字 是因为他在哈佛念书 他是Parsons的学生 他在哈佛念书 就有一天找图书馆卡片 图书馆卡片有分类的 叫ethno什么ethno什么 他就自己想说 那有没有一个东西叫ethno methodology 他就自己发明了这个名词 非常严肃的名词 代表了非常通俗的意义 我以前有一个乱七八糟的翻译 叫要死了没事到垃圾 ethno methodology 非常好记 就是要死了没事到垃圾 你要是知道那学派是这样 你大概也会有这种感叹这样 好 这个我们会讲一下 他怎么去谈论这个熟名 一般人怎么在日常生活 面对他所处的知识跟环境这样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好 再往下 接下来是卢卡奇 这我不一定交得到 因为这篇文章我没读完 因为这篇文章讲到这个 他的无产阶级 proletariat the reification 具象化跟他的意识 简单讲 从二手书来讲 就是他认为无产阶级有个独特的立场 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超越以前 资产阶级被阶级所限 无产阶级可以不被阶级所限 所以无产阶级是新选民 从基督宗教来看 这怎么做得到 什么东西都会被限制 无产阶级不会 不会 放心 然后更厉害的是 无产阶级先锋队 领导无产阶级的这群人 这群人更不会为阶级所限 这些人都是为了别人利益着想的 伟大的人 好吧 这是我读到的 所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讲了半天 讲了黑客 讲了什么 这很难读进去 怎么有人就可以读出 那么惊讶的结论呢 阿图塞比较容易 阿图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他这个意识心态 与意识心态国家机器 这篇文章很有名 好 这会讲一下 这个真的读得懂的文章 那哈勃马斯这个我还没好好读 所以能不能讲到 还不知道 就是当初讲到人类的知识 跟所谓的利益 这interest有时候很难翻译 你看他这边翻兴趣 可是这跟 你平常兴趣是什么 不太一样 还有福寇 福寇通常都会讲到他的那个 我说是死穴 就是这个知识的考诀 或知识考古学 我真的不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 我不知道他背景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完全不知道 另外词语物 这是大陆的翻译 也看不太出来到底在讲什么 就我这种学习方式 你如果要讲不应该是这样讲的 所以像现在我要讲那个 这个Budieu这个也是 好来往下 这边好像没列出来 讲到这个教育的再生产 这已经是基本常识了 几乎不必读书了 教育就是阶级再复制 你还能讲什么呢 教育不是让你翻身的 可是别忘了 这是讲的是大环境的情况 每一个私人 都还是有他的这个 变化的可能 所以我今天这样来之前 我就签了一个学生 他要申请清函奖学金 如果按照社会科学的理论 我应该说同学不要念了 你翻不了身的 你家穷就回去做别的行业吧 你要走那个 我应该这样讲才对啊 是不是 也有人开玩笑说 如果按照波丘自己的理论 他应该不会打网球的 所以因为他不是资产阶级出身 他每次最恨他 人家问他是你哪里人 他说我知道 你一旦知道我是哪里人 你就开始要做知识社会的推论 所以你这个乡下人 你又不是巴黎人 你又是外省人 你又不是什么家人 你怎么可能做到什么地步 他就做到了 所以你自己的生平 就推翻了你的理论 这里面有很多 我大概不会教到 大家会教到的是 这边没写的 就是那个艺术的法则这样 我可能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大概怎么做的 我想一下 我告诉你 我如果可以的话 特别是从图片来回应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假如我做我会怎么做 是不是比较容易了解 我觉得有时候 你要用这种方式去想 尤其你们有人要写论文的人 你就不必踏着大师的脚步 然后陷到泥沼里面 你就可以走出一条面路 如果你还讲 怎么样可以讲得清楚一点 虽然你现在不是大师 但你至少写了一个清楚的东西 那这些大师有的时候 就是写不清楚的东西 好 接下来 Alias的东西也是我读不太懂 我很多文章早就读过 他文章也不很复杂 但就不太懂 他讲到involvement跟detachment 你什么时候摄入 什么时候你又站在旁边看 然后这是什么知识社会学 一个新的观点 我也不知道新在哪里 别忘了 这新是1971年的新 所以这个我有时候很困扰 很困扰 就是很多人说他很红 那我就读不太懂 我是很认真的人 我不是那种 我不看就说我不懂的人 我读了这篇文章我都读过 都读过一遍都没读懂 所以也许要继续读 接下来 Alias可能在另外的发言叫Elias 这有不同的发音的方法 那Sikorel 这个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老师强调 可是我从离开美国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讲到这边 Jeff Coder也是一样 他是 他的书是我在街上买到 没有任何一个 搞知识社会学人讲到他 他的书就叫Mind in Action 然后那个叫Cognitive Sociology 然后这个是我的理论老师 也修了他三门课 Aviatar-Zerubal-Vell 他现在在纽泽西大学吧 叶欣怡是他的学生 最近回来的 然后他有这个Social Mindscape 这本书 他写的书就是分类学 虽然是我的老师 我还是得说一下 不太能够 你觉得很漂亮的歌子 So what 他书书都写得很小本 也很容易懂 但是你不太能够觉得 哦 你不是啊 你说哦 好 所以这个我也不是因为怎么样才能 女性主义知识者 我最近有做准备 所以这边虽然列了一堆书 我都有这些书 最近有的准备就 好像把这些书都纳在里面 好再往下 最后 集体记忆的 那就最后是Abouaz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看一下 对 大概会稍微讲一下 那其他那个是原来的 这都不用再讲 这个是后来的那个 刚刚的建议读书的书目 所以大概 这门课大概会讲到这些东西 那会有一些新的补充 这样子 所以大概知识也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你要 你去读一些我没教到的东西 我怕我教到的东西 对我学生来讲太乏味 所以你去读一些你的东西 然后配合那个上课讲的内容 也许你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如果你的读书心得 就是我已经念过的东西 这有什么增长呢 我都已经看完了 然后你看 除非你看我看不懂的东西 你看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也没法改啊 因为我看不懂啊 我看不懂 你交一个报告来 我只能说对不起 正不知道 而不是正知道了 所以这个你要知道 要跟老师学的时候 你要写老师不懂的东西 有个方便 就是老师看不懂 但是有个坏处 他如何指导你 这是一个你自己要考量的 不要只是顾到自己的兴趣 你在学习阶段 你需要有人能够指导你 走到一个比较好的路上 而不是现在就期待自己是个天才 在我们这行没有天才这回事 在我们这行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都不一定怎么样 那还不要讲有人会传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个能不听就不要听 不管是有关谁的 所以这张课呢 我希望你如果要修的话 反正我会讲课 我有我的进度 我希望你也有你自己的进度 我不会去逼你的 读书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你自己按照 然后我们有录影的课程 如果听不懂的地方 如果你可以回去再看 那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地方 也许你可以介绍别人再看 的什么事情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你不是没有经历